绝世武魂 作者 洛成东 第4621章 抱歉 我才是黄雀 林七海满脸得意 想不到吧 陈锋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蛇石七师那只蝉 你是那只螳螂 而我 则是那只黄雀 是吗 此时 陈锋脸上的恐惧 愤怒 震惊 木然 等等融合在一起的神色 却是刷得一下消失不见 见此情景 林七海顿时心中一正 接着 则是涌起了一股极为不祥的预感 陈锋 微微一笑 一字一句道 抱歉 我才是黄雀 说吧 陈锋 悠哉悠哉地弹了弹手指 朗朗长笑 好了 懒得在这里跟你们演戏了 现在 鱼儿都已经入网了 是时候 收网了 陈锋 中气十足 一声大喝 刀来 随着陈锋这一声朗朗长笑响起 就在这远处天边 突然出现了一束刀光 一束无比精炼 强悍之极 如皮炼席卷 如金红贯天一般的刀光 这刀光 起自于极远之处 但是几乎瞬间 就已经是来到了境前 极远之时 不过一点白光 而后席卷 变成数千米之长短 待来到境前的时候 这刀光 已是长达千里 整整长达千里的一束巨大刀光 如同传说中 天上昆蓬的那巨大双翼 若垂天之云一般 狠狠划过苍穹 披落而下 带着无与伦比的强大声势 带着骇人之急的恐怖杀意 一刀劈落 整个天空 都是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天空之上 出现了无数的裂隙 众星陨落之谷外围的大山 也在剧烈地摇晃着 那金色日光在摇晃着 那红色云海在摇晃着 一刀劈出 仿佛天崩地裂 一刀之威 竟是恐怖至此 刀光漫天而来 便是狠狠地展落在那些灵芝傀儡之上 这一道长达千里的刀光 在这些灵芝傀儡身上掠过 瞬间璀璨如烟花乍响 轰的一声 那些灵芝傀儡瞬间凝固在那里 动都动弹不得 时间在这一刻 仿佛都停滞了 刀光如水波一般划过 似乎波澜不惊 但下一刻 忽然轰轰炸裂之声 不绝于耳 一瞬间 被这道长达千里的刀光 给狠狠掠过 那整整三十头五十万里霸主 竟是轰然炸碎 没错 三十头五十万里霸主 尽数轰然炸碎 只剩灵芝精华 整整三十头五十万里霸主级别的强者啊 竟然被这一刀 被这一束如天外飞仙一般惊艳的刀光 可以直接了结了 短暂的惨叫声 轰然暴碎声 不绝于耳 然后下一瞬 一切便归于安静 虚空之中 只是浮现着无数巨大的木头残枝 以及那几十根巨大的灵芝精华 惊艳一刀 略空而来 千里刀光 充斥于天地之间 一刀便是将三十头五十万里霸主直接斩碎 这一幕 也是让林七海和蛇石七瞠目结舌 脸上露出无比震撼之色 林七海那得意的笑容凝固在了脸上 接着就化作了浓烈到了极点的不敢置信 师生喊道 这 这一刀 怎地如此恐怖 我觉得这一刀的实力 好像已经是达到了半步武神之境啊 老天爷 这是哪里来的高手 玄冥七海界 怎么可能还有这样的高手 我们七个苍天霸主 都达不到这样的级别 而蛇石七看到这一刀之后 更是满脸恐惧之中 带着说不出的迷醉 这一刀 就算是 放在苍穹之巅 都绝对不能算弱了 而且 我却明明在旗上 感觉不到任何苍穹之巅的气息 这意味着 出刀之人 乃是在一方小千世界 成长起来的 他豁然抬头 眼中光芒闪耀 能够在一方小千世界 便达到这等程度 这出刀人 绝对乃是天纵奇才 惊艳无比 对刀法有着无比高深的造诣和理解 但很快 他们就顾不得想那么多了 因为 此时随着极远之处 一声轻贺传来 一声清脆的长刀 嗡鸣之声响起 下一刻 又是一道长达千里的巨大刀光 掠空而来 这一次 这巨大刀光展向的 乃是灵奇海 一刀斩落 灵奇海面对这一刀 瞬息竟有窒息之感 他觉得 当面对这一刀 当这一刀光展向自己的时候 自己竟是僵在原地 动都动弹不得 躲也躲不掉 逃也逃不了 似乎 只能闭目等死 他知道 自己这是 背着刀光之中所附带的 那强大无比的精神意念给笼罩 并且直接锁定了 这等强悍的刀招 本来就不是能躲的 刀光狠狠披落 灵奇海 终归乃是 玄冥七海界 一方苍天霸主 一时之劫 发出疯狂怒吼 接连打出 自己最后数张底牌 轰的一声 将那束缚挣脱 狠狠地迎向了刀光 既然躲不了 逃不掉 那就只能硬拼 但硬拼 他又怎么可能会是对手 随着一声清脆俱响 刀光狠狠砸在 灵奇海身体之上 瞬间 灵奇海浑身一僵 然后咔咔咔 一阵破裂之声响起 他那白玉一般的身体上 瞬间便是出现了 无数裂缝 像是瓷器被打碎一般 身躯之上 出现了无数裂系裂缝 岌岌可危 似乎 随时有可能碎掉 他漂浮在空中 连连呕出 绿色树叶一般的鲜血 气息极度衰微下去 奄奄一息 已是重伤冰死 而这一次 却再也没有第二张底牌 能够让他复活了 如果这时候他死 那就真的死了 灵奇海被这一刀 劈成重伤冰死 蛇石七大笑 但骤然笑声凝固 原来 他又看到了一道刀光 这 乃是第三道刀光 丝毫不弱于前面两道 第三道刀光 纵横千里 则是向着蛇石七 狠狠斩落 蛇石七瞳孔收缩 当直面这一刀的时候 他无比清晰地感受到了 半步武神境界 这一刀 乃是实打实的半步神境 甚至还不是出入半步武神境的那种 到底哪里冒出来这么一个强者 一个小千世界 怎么会有这样的强者 区区一个死亡失联任务 怎么会有这样的强者 一般来说 哪怕是死亡失联任务 出现的最强者 也不过就是九星五帝级别而已 本章完 第4622章 惊艳刀光 甚至 都到不了九星五帝巅峰 毕竟 那些刚刚进入苍穹之巅的轮回仙徒 大部分的实力远到不了九星五帝 一个九星五帝巅峰 就够他们受的了 怎么可能会出现半步武神境强者 蛇石七进来之前 也是没有想过会有这种情况 瞬间无数心事涌上心头 想到自己自认为轻轻松松地来完成这项任务 结果却接连碰壁 先是灵七海这些土著 现在又出现了这么一个半步武神境的高手 这让他心中憋闷到了极点 情绪瞬间崩溃 发出凄厉无比的吼叫 你敢杀我 你敢杀我 你个下贱之人 敢于冒犯于我 说吧 他便是从自己的轮回玉牌之中 将能够取出来的所有底牌 都是拿了出来 但是可惜 他再怎么样 也毕竟是一个试炼仙徒而已 连苍穹仙徒都没有达到 邪神谷给他再多的资源 也只能是有限的 给他再强的防身法宝 也没有用 毕竟 若是玉衡仙子那种级别的强者 真想杀他 给他什么法宝 那也挡不住 只能是浪费 所以他的那些宝物最强的 其实也不过就是刚才那发出 三招半步武神境界攻势的黑色御剑而已 现在 根本就没有更强的防御 不过 他打出的那些底牌 终究也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一层又一层地削弱着刀光 当刀光斩中的那一刻 他身上黑色鬼火轰的一声 全部都燃了上去 将那刀光包裹在内 又是把刀光给烧得 缩小了一大圈 但最后 那残余刀光落在他身上 还是几乎将蛇石漆整个身体劈碎 黑血狂涌而出 但 终归还是没死 蛇石漆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黑色鲜血不断冒出 但 终归还是没有死啊 三剑斩落 无数灵直傀儡与命 蛇石漆重伤 冰死 灵七海重伤冰死 这发出刀光之人 竟是如此强横 人还未露面 就已经是将他们尽数碾压 下一刻 一道人影 自众星陨落之谷中 浮空而出 瞬间便是来到了尘封面前 此人额观伯戴 造型旗鼓 身材高大 极为霸气 背后一把长刀 整个人站在那里 便有屁腻天下之感 似乎整个人 就是一把光芒万丈的长刀 看他一眼 仿佛都会被斩伤 随着他的到来 那周围无尽红色云海之中 那些残碎的刀器 都是轻轻嗡鸣起来 充满了欢喜 似乎是在朝拜自己的主人 挨者 自然便是狂刀大帝 整个玄冥七海界 能够使出这三刀 能够斩出这三刀的 也只有一个人 狂刀大帝 陈峰微微一笑 看向狂刀大帝 怎么样 我没说谎吧 关键时候 你不需多出手 只要一锤定音便好 狂刀大帝冷哼一声 看了他一眼 就你这小子鬼花样多 看到来人 林七海和蛇石漆 都是瞳孔急剧收缩 这等气势 强悍霸道之极 他们自然就看得出来 此人 正是刚才斩出那三刀之人 再看看他出现的方向 林七海仿佛想到了什么一般 师生喊道 难道 难道你就是那位 众星陨落之谷 那谷中的前辈 竟然是你 陈峰竟然请动了你 作为这玄冥七海界 最强的几位存在之一 众星陨落之谷里面的秘密 他自然也略知一二 狂刀大帝 审然一笑 什么叫情动了我 我与陈峰 本来就是就相识 听到这话 林七海如遭雷击 浑身一颤 盯着陈峰 失声吼道 这些都是你部的局 这些都是你部的局 是不是 原来 你早有准备 原来 你根本就没想着 要依靠我们 原来 他盯向陈峰 师太般的大吼 这难道就是你的底牌 原来我们根本不是你的底牌 这才是你的底牌 是不是 你从一开始 就把我们也给算计了 是不是 陈峰微微一笑 咱们两个 彼此彼此 林七海整个人都傻了 待在原地半想 说不出话来 蛇师妻则是喘着粗气 没想到 这方小世界 竟然还有 你这样的高手 狂刀大帝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目光之中 带着几分厌恶 你想必 就是那个地方来的人吧 果然很了不起啊 话语中 带着几分嘲讽 原来 这就是陈峰的第三步棋 也是他的第三张底牌啊 陈峰早就知道 玄冥七海界之上的这些舞者 实力太低 根本不堪用 而玄冥七海界之上的这些灵职 一个个老奸巨滑 实力强大 用起来也是极大的隐患 极有可能会反噬自己 所以 他在用这些舞者做第一步 用灵职做第二步的同时 已经是翘无声息地联系上了 狂刀大帝 并且说服他 让狂刀大帝 成为了对自己的第三招后手 第三步棋 陈峰去找玄冥七海的时候 用了三天时间 而从玄冥七海那里回来 回到圣阳学宫的时候 却是多出去数日时间 这多出来的数日 陈峰就是来到 众星陨落之谷内谷 去见了狂刀大帝 为了及时赶到 众星陨落之谷内谷 陈峰甚至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时间回推到数十日之前 众星陨落之谷内谷 一处隐秘所在 刀光四溢 杀气纵横 一道身影正自盘膝而坐 忽然 他眉头挑起 露出一抹诧异之色 你来了 没错 是我来了 随着一阵爽朗笑声 虚空之中 一道人影闪过 正是陈峰 狂刀大帝 似乎对他的到来并不意外 或许他经历了那么多 对任何事情也都不怎么意外了 只是他目光扫过陈峰身上 感知片刻 接着则是脸色一冷 目光一寒 瞬间杀鸡涌起盯着陈峰 一字一句道 你我之间的因果之线 并未解开 他的声音森冷如冰 你 没有完成我拜托的事情 下一刻 一把长刀已是悬于陈峰脖梗之处 刀光森冷无比 寒气逼人 带着强悍的威力 似乎轻松 便可将陈峰斩杀 本章完 第4623章 送你一份大机缘 狂刀大帝盯着陈峰 一字一句道 你拿了我的好处 却没完成我让你做的事 你得 他缓缓吐出四个字 用命来尝 陈峰微微笑着 却并不慌乱 因为 他没感觉到杀气 这种情况 也在他的预想之中 说实话 这是正常反应 陈峰不但没有完成狂刀大帝的委托 而且 这一次 更要让狂刀大帝 继续为自己做一件事 这听起来 似乎是天方夜谭 但 陈峰却有足够的把握 能够说动狂刀大帝 不但能够化解此次危机 甚至有可能给未来的自己 增加一个重要盟友 陈峰 看向狂刀大帝 微笑说道 狂刀大帝 你若这一刀下去 你之前所付出的那些 可就都没了 他微笑 看向狂刀大帝 我来这里 与你送一份大机缘 这份我送你的大机缘 足以抵消掉你之前给我好处的事呗 什么 狂刀大帝顿时一愣 他自然知道 陈峰不是那种虚言之人 更没有必要以身犯险 编一个谎言来骗自己 什么大机缘 狂刀大帝收刀 指了指面前 坐 陈峰也毫不拘束 直接在他面前大咧咧坐下 他微笑着吐出四个字 苍穹之巅 当然 在说出这四个字之前 陈峰心中亦是提心吊胆 做好了每一步准备 但是 当他发现这四个字 在面对狂刀大帝 可以毫不费力地说出口的时候 顿时便心中一喜 而他立刻也是证实了之前 自己心中的猜测 苍穹之巅四个字 苍穹之巅的一切 都不可以轻易对外吐露而出 围者 会被天道主宰直接抹杀 但当面对裴木雨的时候 却是可以说的 而当他面对狂刀大帝的时候 也是可以说的 陈峰心中便是有了几分了悟 想必 这苍穹之巅 其实也是 想吸引天下之俊杰 将天下俊杰 都网落入自己囊中 那么 是不是说 苍穹之巅的秘密 在面对一些天赋独特 潜力无穷的人的时候 是可以说的呢 也就是说 当我面对的这个人 达到了天道主宰的要求 有资格进入苍穹之巅的时候 我其实 是可以说出 苍穹之巅秘密的 因为 我这相当于帮助天道主宰招纳人才了 陈峰抛去这心中杂念 接着缓缓说道 苍穹之巅 是一个极为神奇之地 他向狂刀大帝 描绘着自己 在苍穹之巅间见到的那一切 狂刀大帝开始不以为意 到后来 则是凝重 即至最后 他的目光之中 甚至闪露出无比的兴奋激动 还有浓烈到了极点的狂喜啊 像是他这样的人 一生追求武道 最喜欢的 便是不断挑战自己 不断提升 最怕的 则是困顿于某地 此时 听到陈峰说 有苍穹之巅这么一个神奇的存在 他又如何不兴奋 更是感觉 自己的未来 瞬间就有了无穷光亮 狂刀大帝立刻干脆力所说道 怎样才能进入苍穹之巅 想要进入苍穹之巅 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就是要让轮回玉牌低血认主 说着 陈峰取出轮回玉牌 在指尖翻飞 现在 我来到这玄冥七海界 其实是完成我的一个死亡试炼任务 而有一名苍穹之巅的强敌 也是追着我 进入到这里 狂刀大帝微笑道 我帮你解决掉这名强敌 拿到他的轮回玉牌 就有机会进入苍穹之巅 没错 陈峰微笑 好 狂刀大帝毫不犹豫 干脆说道 你若是能够 帮我取得这枚轮回玉牌 帮我进入苍穹之巅 知前之事 一笔勾销 我还欠你一个人情 陈峰大笑 成交 其实 两人都知道 还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 狂刀大帝可以杀了陈峰 拿走他的轮回玉牌 但狂刀大帝没有这样说 更不会这样做 而陈峰 一是早就知道 他不会这样做 这也是陈峰 能够找他合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狂刀大帝 是有底线的 接着 陈峰在这里 与狂刀大帝密谈许久 后一张底牌 变得再无一张 变得一切都如透明般 呈现在他面前 然后 这个时候 方才出手 收割掉这一切 他所要收割的 不仅仅是蛇石漆的性命 更是林七海手下这些五十万里霸主的性命 陈峰怎么会放过这些灵职 这可是恐怖到了极点的一大笔财富 好了 现在大局已定 陈峰拍了拍手 忽然喊道 沐宇 过来 陈沐宇一愣 赶紧来到陈峰身边 下面那些玄冥七海界之人 一个个都已经是进入吃傻状态 今日之事 完全超乎了他们的认知 陈峰先是转了一圈 将那些灵职精华收入到轮回玉牌之中 他嘴角挂着掩不住的笑意 这可是整整四十根灵职精华 不是普通的 而是五十万里霸主的灵职精华 这样的一根灵职精华 每一个里面 都是相当于拥有八十一道星辰之力 这也就意味着 这四十根灵职精华里面 所蕴含的星辰之力的数量加起来 甚至比北斗福地的星辰之力 还要多出差不多六七倍 何等恐怖 这更是意味着 陈峰如果将其完全炼化 吸收的话 他的心脉会多到一个可怕的数量 而且 随时随地 都可以吸收修炼 比在苍穹之巅 要方便无数倍 看到这一幕 蛇石七的眼睛 似乎都要瞪了出来 这些东西 在他看来 本来都是属于他的呀 这是他的宝物啊 只是 他却是很反常地低着头 目光之中 带着几分叵测 第四千六百十四章 你发誓 射缩在那里 一言不发 但他的手指 却探手入怀 在轮回玉牌之上轻轻敲打着 带着几分特殊的韵律 林七海发出一阵惨淡笑声 我被利用了 我们整个玄冥七海界的灵职 都被利用了 都被耍了呀 被耍了 他整个人失魂落魄 但忽然 如同想到了什么 骤然抬起头来 盯着陈锋 嘶声大喊 陈锋 你这个背信 弃义之辈 你不讲道义 陈锋一听 顿时气笑了 这林七海之前那般算计于自己 此时竟然还有脸说这段话 他嘖嘖两声 走到林七海面前 戏谑笑道 你这厚颜无耻的样子 我倒是好生喜欢啊 我算计你 你也在算计我 只不过我技高一筹 你技不如人而言 没错吧 林七海被堵得哑口无言 陈锋走到林七海面前 一伸手 把他提了起来 轻轻拍了拍他的脸 微笑说道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杀你 陈锋这个动作 极具侮辱性 不过林七海顾不得那么多了 陈锋这句话 立刻让他心中一颤 看到了希望 什么 你不杀我 陈锋小得格外灿烂 没错 不但不杀你 咱们两个之前的协议 现在依旧有效 什么协议 林七海话一出口 顿时便恍然 那个协议 陈锋点头 林七海深深吸了口气 忽然明白了什么 陈锋 你当真是敲骨吸水 连我的最后一次利用价值都不放过呀 他知道陈锋的打算 陈锋所说的协议 自然是说的 他用玄冥七海界的那些灵质傀儡的灵质精华 来换取中千世界宝物的那个协议 现在两人已经形同撕破脸 但陈锋却还说那协议有效 无非就是想通过他来获得那些强大的灵质精华罢了 可以说这是要将林七海的最后一丝价值都要用上 但林七海能不答应吗 他悲哀的发现自己只能答应 贵为苍天霸主 但他现在手下什么都没有了 可以想见的是 很快 他就会被其他的六位苍天霸主给吞噬 能够维持不被吞噬的唯一方法 就是跟陈锋合作 通过中千世界的宝物 提升自己的实力 不过嘛 陈锋灿烂一笑 为了防止 你到时候背信弃义 还得发誓才行 林七海赶紧连连点头 我发誓 我发誓 对于他来说 发誓并没有什么 家常变范而已 发誓之后 又背信弃义的事情 他可没少做 心中更是暗自嘲笑陈锋天真 陈锋此时微笑着补充了一句 要用天道主宰的名义发誓 天道主宰 那是什么 林七海愣了一下 但还是声音沉缓道 天道主宰在上 我林七海在此 当这话说出的时候 忽然他感觉 一阵清蒙蒙光芒闪耀而过 狠狠地砸落在他的身体之上 让他如触电一般 浑身剧烈抽搐了一下 他顿时感觉 自己的身体 仿佛被一股微压给笼罩 这股微压监视着自己 此时发下誓言中的一言一行 如若自己有所违反的话 那么会被直接轰然碾成碎片 这股微压 是如此之庞大 比之前的刀光 还要强大无数倍啊 他满脸骇然 惊呼着 这 这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天道主宰 陈锋微微一笑 好了 接着发誓吧 天道主宰已经知晓你的誓言 如若你以后敢于违背的话 就会直接 陈锋右手缓缓压下 被天道主宰 碾成碎片 林七海知道陈锋没有骗自己 他能感觉到 那股力量何等恐怖 他摇摇头 指着陈锋 你玩我 陈锋微笑 没错 救我就是在玩你 林七海惨笑连连 却不敢有任何违抗 乖乖地发下誓言 陈锋感觉 自己与他之间 便是有着一道因果之线 悄然相连 显然 这是天道主宰 在为他们的契约主持公道 在旁边的狂刀大帝 目光微微闪烁了一下 这 就是天道主宰 这 就是苍穹之巅吗 陈锋微笑 合作愉快 林七海苦笑道 合作愉快 他知道 自己未来 将会完全被陈锋控制 将玄冥七海界之中 能有价值的一切 都给陈锋 换取他手指缝里 露出来的一点好处 但其实 对他来说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而就在此时 忽然 众人身后一道阴冷的声音响起 还合作愉快 你们也得问问 我答不答应 众人愕然回头 便是看到 此时蛇石漆 竟然已经是站了起来 他身体表面 伤口已经愈合 而他整个人 本来扭曲细长的身体 更是变得扭曲了无数倍 就像阴影随着太阳吸血 被拉长一样 在空中竟有几分 虚虚渺渺 不像是真实存在的 此时 他额头之上 那双眼睛 却是骤然睁了开来 从来没有睁开过的 蛇石漆的第三只眼睛 他那额头上的眼睛 此时竟然睁开了 一片惊心动魄的血红 下一刻 他的眼睛 忽然爆开 然后一道又一道的 黑色琉璃般光影中掠出 灵七海整个都傻了 看着蛇石漆 失声道 你 你不是都要死了吗 你怎么还活过来了 怎么感觉 我感觉你的气息 原来 众人都是清晰地感觉到 蛇石漆的气息虽然飘渺 但是却变得无比强大 而且 还在不断地提升 蛇石漆节节怪笑一声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呀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尤其是你 他瞪着尘风 一声狂吼 这都是你逼我的 下一刻 以他破碎的第三只眼为源头 忽然有着无数道黑光亮了起来 这无数黑光 自他的体内向外一出 虚虚渺渺 若真若患 片刻之后 竟是直接在空中凝结成了一道巨大身影 这巨大身影 高度约有七八十米左右 很快就变得极为凝炼 通体漆黑 如同黑药石雕叫 而他的样子 则是极为争名邪怪 本章完 第4625章 邪神降临 蛇石漆的终极底牌 巨大的身躯 颇为修长 通体漆黑 盘膝而坐 他伸着三个头颅 看向三个方向 眼睛一片死鱼般的灰白 就和蛇石漆的第三只眼睛一般无二 而他的身体之上 则是整整伸了九条手臂 每一条手臂之上 则都是拿了一种武器 那武器或金光闪耀 或宝光灵灵 透着一股无比强大的气息 他在那里盘膝而坐 宛若在接受无数信徒的朝拜供奉 而最重要的 并非是他的形象 也非是他的气势 而是他透出来的那股气息 那种气息 在极度的邪恶之中 却又带着几分说不出来的圣洁 竟是有着凛然神威 仿佛他有无数信徒供奉于他 让他受着香火之力 自有自己的一番天地 这种气息 陈锋从来没有在什么大魔身上见到过 哪怕他见过的最强大的炎阳大魔 陈锋都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气息 这种气息 已经使得他成为完全不同的生物了 拔高到另外一个层次了 可以说已经是超越凡俗 此时 旁边的狂刀大队深深吸了口气 目光中亦是露出一抹战力 他缓缓道 这是异域邪神 异域邪神 陈锋挑眉 何为异域邪神 狂刀大帝声音极为干练 严谨一概 明明宇宙 无限世界之中 有无数强大存在 这些强大存在 若是受人供奉 受无数信徒之香火 则可以成就神奇 正者为正神 邪者为邪神 看他这样子 他淡淡说到 应该是邪恶异域之中的邪神之一 而且似乎是上部的台面的那种 但是 狂刀大帝补充了一句 再弱的异域邪神 也强大到超乎想象 强大到超乎想象 陈锋心中一跳 这段话能从狂刀大帝口中说出来 可见 这异域邪神的实力有多强 没想到 你这个小千世界的凡人 倒还有几分见识 蛇师七阴惨惨地说道 没错 这就是我的邪神啊 他骤然挺直了身子 我们邪神谷有一项法门 就是修邪神之术 所有人 在刚刚进入苍穹之巅的时候 就开始修炼邪神 在体内 埋下了一颗邪神种子 这邪神 威力越大 实力越强 便可以再突破入星魂五神镜 凝炼星魂的时候 得到越发恐怖的实力 甚至 可以将邪神和星魂 合二为一 得到至强心魂 他声音高炕起来 而我 天纵奇才 我感应的邪神 乃是邪神谷有史以来 所有弟子感应到的邪神之中 最为强大的一尊 射魂先翁 曾经跟我说过 未来 我的邪神 不知道会强大到何种程度 连他 都感到战力 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那种很清楚 自己有未来无限可能的感觉吗 他扬起双臂 满脸迷醉 而忽然语调一下 变得阴森起来 盯着陈锋 眼中露出无比恨意 这一切 全都被你给毁了 为了对付他 他指向狂刀大帝 我不得不提前将我还未曾凝炼 感悟完成的邪神 释放而出 我不得不选择 现在就与他融合 因为不这样做的话 我就会死啊 这样 就会害得我 突破入星魂五神镜的时候 根本达不到原来的高度 他一声声地咆哮着 甚至 能够达到原来的一半就不错 这会直接导致 我未来在苍穹之巅 无法顺畅如意 我的大好前景 他咬牙切齿地吼道 都被你给毁了 都被你给毁了 他整个人精神崩溃一般 明明是他追杀陈锋 进入此地 现在却把所有责任 都推到陈锋身上 我要杀你 我要杀你 他此时似乎不会说别的话了 只是想杀了陈锋 下一刻 他那第三只眼睛 忽然光芒大放 血色光芒略过 那抑郁邪神虚影 化作一道黑光 竟是直接被他那只眼睛 给吸收了进去 而随着抑郁邪神虚影 被吸收进去 蛇石漆的身躯 瞬间便是长大了起来 肉眼可见的一道 又一道黑色光芒 在他体内 横冲直撞 甚至 这些黑色光芒强大的 都溢出他的体外了 他整个人痛苦到了极致 身体扭曲 不断地垂打着自己的身躯 他的身体逐渐膨胀 虽然痛苦至极 但是看得出来 他的气息再不断变强 越来越是强盛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要先听哪个 狂刀大帝忽然微笑说道 陈锋哈哈一笑 我这人素来乐观 先听好消息 狂刀大帝说道 值得庆幸的是 他这尊抑郁邪神 乃是一尊抑郁邪神虚影 陈锋点点头 理当如此 这可是邪神 抑郁邪神 不是寻常存在 他这个抑郁邪神的本体 比炎阳大魔还要厉害 不知道多少倍 别说狂刀大帝 估计就连射魂先翁 甚至是整个苍穹之巅 都找不出几个 能够与之相比的高手 若是这邪神本体真的降临 那自然 大家都要死翘翘 毫无活命的可能 但是 他这个抑郁邪神 只是一个虚影而已 狂刀大帝又是低声说道 但那个不好的消息 就是 他这邪神虚影 也极为的强大 强大到何种程度 陈锋问道 强大到 蛇石漆将它融合完毕之后 狂刀大帝沉声道 我也不是对手 话音未落 蛇石漆一声疯狂吼叫 此时在蛇石漆身体周围缭绕的那些黑色光芒 忽然尽数收回了他的体内 而后 他的身体膨胀到了一个极致 接着 他的身躯 炸成了无数积粉 而在那积粉飞扬之中 一道恐怖气息 则是升腾而起 原地出现了一个通体漆黑的存在 如同黑药石吊坠 又带着金属和玉石的激励 看起来温润如玉之鱼 又极其坚固 他身躯高约三米 长着人的身躯 身躯修长 但是却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他只生着一个头颅 但是在那脖梗两边 却各自有着一个巨大的肉流 本章完 第4626章 蛇石期 你又被耍了 里面似乎有什么 在缓缓如动 看上去很是恶心 而在他身侧 则是各自长着两条手臂 每条手臂都是缓缓虚握 似乎要握持着什么武器一样 只是 他这四条手臂里面 三条手中都是空的 只有右面上面那一条 握着一把黑色鬼刀 显然 他根本就没有做好 变成这个状态的准备 现在连武器都没有配起 但尽管如此 他此时的气息 也是极为恐怖 乃是实打实的半步武神境界 他身上的气息 与威压恐怖之极的散发而出 压得尘锋等人都是难受之极 感觉仿佛连呼吸都要停滞了 说不出的难受 似乎全身都要被挤得粉碎 半步武神境界 此时蛇石漆已经是达到半步武神之境 而且 在半步武神境中 绝对算得上顶尖 距离星魂武神境 只有一步之遥啊 难以想象 如果此时蛇石漆手中武器全部配齐 头颅全部生长出来的话 又会是何等样的恐怖 他闭着眼睛 仔细感受着自己的身体 仔细感受着此时体内的力量 脸上露出一抹迷醉之色 这 就是半步武神吗 这 就是强大的半步武神之境吗 接着 眼睛睁开 一片血红 陈锋 我本应该变得加强大 这一切 都是你害的 给我死 他疯狂掠起 手中黑色鬼刀狠狠披落而下 当这一刀披落之时 陈锋瞬间感觉 自己面前的天空都仿佛凝固了 整个天空 似乎都被冻结了起来 而后 在遥遥天外 有一刀惶惶而来 似乎要将 这一方天地劈碎 这一方天地里面的 所有一切 自然也都会碎成积粉 陈锋感觉 自己根本无法抵挡 只有等死的范儿 这是他面对过的 最强大的力量 最高的等级 这 就是半步武神境的力量吗 如此恐怖 眼看着陈锋下一刻 便是会被蛇石漆 直接斩杀 只是 面对这样强大的攻势 陈锋却是无比的沉稳淡然 站在那里 根本没有任何的慌乱 只是微微一笑 前辈 替我拦住他 狂刀大帝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却还是跨不而上 额观博带 大袖飘飘 手中长刀 坑然出窍 滑起漫天璀璨刀光 向着蛇石漆 狠狠斩落而去 漫天璀璨 刀光斩落而来 声势极为害人 就连蛇石漆都市不由地目光一宁 这可是狂刀大帝 他不敢小觑 更不敢将其无视 狂刀大帝刚才那三道刀光 已经是在他心中狠狠烙印下强大的印象 于是 蛇石漆不得不收刀 向着狂刀大帝狠狠攻击而去 而此时 陈锋盾赶周围一片轻松 趁着这个机会 已是急速远盾 他甚至看都没有看身后 便是抓着裴木羽的手 向着众星陨落之谷内谷的方向 急速逃去 几乎只是瞬间 便来到了众星陨落之谷内谷 那两座山峰加持之前 而此时 蛇石漆手中黑色鬼刀野士 和狂刀大帝的那一抹绚烂刀光 狠狠撞击在一起 看似一场震惊天地一般的大战 就将爆发 但下一刻 让蛇石漆瞠目接舌的一幕发生了 他的黑色鬼刀 毫无阻碍地掠过了狂刀大帝的刀光 斩碎了他的长刀 然后碾碎了他的身躯 砰的一声巨响 狂刀大帝的身体 直接如琉璃般碎裂 然后 化作阵阵虚无 直接消失在空中 蛇石漆愣了一下 狮声惊呼 怎么可能 竟然只是一道虚影 你竟然只是一道虚影来到这里 原来 狂刀大帝来到此地的 只是他的一道虚影而已 根本就不是本帖 事实也正是如此 狂刀大帝被困于众星陨落之谷内谷中这么多年 哪里是能说出来就出来 来到这儿的 只是他的一道虚影而已 之前 陈锋和狂刀大帝便是商量好 为了这一步 狂刀大帝专门用掉了一块 珍藏千年的宝物 方才做到在外面栩栩如生 和自己一般无二 三道刀光 乃是真正的狂刀大帝发出的 而出现在外面的狂刀大帝 则是假的 只不过 由于之前黄黄三道刀光 宣赫之急 将灵七海和蛇石漆都给震撼的星池神窑 根本就没有怀疑他的真实性 而现在 陈锋则是让这一道虚影 来为自己挡住了蛇石漆的必杀一刀 他则已经是带着陪沐雨 直接逃到了那众星陨落之谷内谷入口之处 双风加持之间 陈锋转过身来 看向蛇石漆 朗声长笑道 蛇石漆 你又被耍了 陈锋目光深深 刚才 经由那一刀 他也是测出了蛇石漆的真正实力 陈锋深深吸了口气 接下来 我就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了 只是 丝毫不见紧张恐惧 反而心中充满了无限激动 血液似乎都在燃烧 蛇石漆愣了一下 而后 瞬间一张脸 仗得便如同猪肝一样 充满了羞怒之意 盯着陈锋 发出疯狂吼叫 老子 要杀了你 他真的是觉得心中憋屈无比 明明自己比陈锋高出三个大境界 但是偏偏 自从进入此地之后 就一直束手束脚 被陈锋各种算计 根本就发挥不出真正的实力 更是接连几次受伤 不得不浪费了几张底牌 甚至连自己最终极的一张底牌都拿出来了 要知道 这些底牌 在他计划中 没有一个需要用在这里 都在他未来几次的任务之中 有着极大的作用 失去了这些底牌 他在未来几次任务之中 必将表现极差 由此 会影响他在邪神谷中的地位 乃至于 他在苍穹之巅的未来 都会受到影响 更重要的是 底牌进出了 还没杀了陈锋啊 他心中恨极了陈锋 陈锋 你必须死 一定要死 他疯狂地吼叫着 向陈锋追击而来 是要将其斩杀 而陈锋根本不慌不忙 甚至 他更是转过身来 伸手 在自己脖子旁边 轻轻滑了一下 做出一个歌喉的姿势 充满挑衅之意 陈锋确实不慌乱 因为 他还有第四张底牌 未曾掀开啊 本章完 第4627章 第四部计划 开始 而后 悠然拉着陪木雨 身形逐渐在虚空之中消失 陈锋已是进入重心 陈锋之谷内谷 陈锋最后这个动作 更是让蛇石漆整个人 几乎都失去了理智 他来到那两座山峰加持之中 明显感觉 这里存在着 进入重心陈锋之谷内谷的通道 直通内谷 只不过 陈锋有方法进 他可不知道该怎么进入 但 蛇石漆嘴角 露出一抹得意笑容 让你见识见识 我这等半步武神经的手段 下一刻 他手中黑火鬼刀 便是狠狠劈了一刀 一刀劈出 竟然都是 将空间给深深劈碎 几乎是一瞬间 空中便是多出了 无数巨大的空间裂缝 这些空间裂缝 幽深缥缈 通向不可知处 而他则是仔细地感知着 空间裂缝里面的波动 下一刻 随着又一刀劈落 他眼睛一亮 就是这里了 又是声声劈出两刀 瞬间 便是将这空间裂缝 给直接劈成了一个空间通道 而那空间通道的尽头 隐隐绰绰 一片荒凉 正是众星陨落之谷内谷里面的景象 他根本不知道 空间通道在何处 根本不知道 应该怎么进入 但却是靠着自己的强悍实力 给声声劈出一条路来 找到了准确的空间通道所在的位置 下一刻 蛇石漆狂笑着 一脚踏入空间通道之中 至于外面的灵七海等人 根本管都没有管 这些人在他眼中 如蝼蚁一般 他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追杀陈锋 将这个心腹大患给斩杀 众星陨落之谷内谷 风景依旧 到处都是一片荒漠般的景象 一片无尽荒凉 仿若亘古以来便存在的荒凉天空之上 那两个巨大的黑洞依旧悬挂在那里 冷冷地注视着下面的众人 一道身影一闪而过 正是狂刀大帝 额观搏带 造型高谷 这 才是狂刀大帝的真正本体 走吧 前辈 陈锋微笑道 他现在 已经是着手在准备自己的第四部计划了 而这之前 早就已经和狂刀大帝演练过一次 按照两人的计划 现在 狂刀大帝便要带着他 急速逃走 会去到某一个地方 那里 有陈锋为蛇石七所预备的一桩大礼啊 这 便是陈锋的第四部计划 这第四部计划走完 不但能够将蛇石七算计致死 而且说不定 还会有更加意外的巨大收获 但此时 狂刀大帝脸上表情却有些奇怪 他有些欲言又止 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带出几分歉疚之意 想说什么 却又难以启齿 陈锋见此情况 忽然便心中一动 立刻轻声说道 前辈 你可是想和蛇石七一战 狂刀大帝点点头 看向陈锋 脸上带着愧疚之色 只是 陈锋 我之前答应过你 进到此地之后 带着你立刻逃跑 但现在 如果我与他一战 无论如何 你在旁边都会极为危险 只是 他目光之中 仿佛有战役在熊熊燃烧 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第一次碰到如此强大的对手 而且也是用刀的 如果不与他一战 我当真是觉得 必将爆汗终生 陈锋 陈锋 陈点头 他很是明白 狂刀大帝的想法 算了 狂刀大帝狠狠摇头 一把将陈锋 提了起来 我这边带你逃走 陈锋 却是心中灵光一闪 忽然微微一笑 看向狂刀大帝 说道 前辈 似乎也不用 他嘀嘀一笑 向狂刀大帝 轻声说了几句 顿时 狂刀大帝一双眼中光芒 便是逐渐亮了起来 片刻之后 方才哈哈大笑 折指陈锋 你这家伙 当真是掷技百出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竟然便想出 如此完美的一个计划 那 就按照你说的办 陈锋沉沉点头 目光之中 闪烁过几分兴奋之色 如若这样的话 那么说不定 还更能受到奇效 于是 接下来 狂刀大帝 原地盘歇而坐 调理气息 将自己状态调至最好 准备迎战 接下来的生死一战 而陈锋 却也是忙忙碌碌 开始准备 上一次来的时候 陈锋再次斩杀不少邪魔 而这些邪魔的那金盒 都被关自在大菩萨 精精吞噬 现在 陈锋远远看到 在不少地方 也是有一些邪魔出现 想来 应该是 炎阳大魔的魔气 泄露之后所化 炎阳大魔不死 这里的邪魔 便是会无穷无尽 他们似乎感知到了 这边的气息 向着这边逼劲来 见此情景 陈锋不由心中 生出几分沧海桑田之感 短短几年 却像是过了几个世纪 那般漫长 他摇摇头 不再有任何犹豫 直接将其中一头邪魔斩杀 陈锋斩杀的这头邪魔 身高七八米 人力而走 浑身笼罩在一片黑色强悍铠甲之中 露出的面目 如同石刻 名为巨铠石魔 之前陈锋曾经斩杀过不少 在这片众星陨落之谷内谷之中 最多的就是这种巨铠石魔 陈锋取出奇魔精 抽出魔血 然后便是盘膝而坐 浑身上下 骤然之间一片赤红 如同有岩浆在流淌燃烧一般 下一刻 陈锋就已经是化作混沌火魔 只不过 这里并没有玄冥七海界上的人 他却变成这副样子 又有什么目的 但下一刻 令人惊骇的一幕出现了 陈锋脸色极为痛苦 浑身都在颤抖 他开始将自己体内的魔血逼出 于是 身体表面混沌火魔的样子 逐渐退化 逐渐回落 而露出了越来越多人体的状态 原来 陈锋竟然是要将这混沌火魔的血脉 从自己的体内逼出来 过程持续了足足一盏茶的时间 陈锋方才一声大吼 顿时 那混沌火魔的黑色魔血 飙射而出 而陈锋 亦是直接恢复人体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脸色惨白 元气大伤 像是这种暂时引魔血入体 本来对身体 就是颇大的损伤 现在又硬是逼出来 就更是如此 但 这还没有完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苦笑 接下来又得折腾 下一刻 他便是 直接将刚才斩杀的 那头锯楷石魔的魔血吸收 本章完 第4628章 我已在此 等你三日 由于之前已经有过一次经验 此次陈锋轻车熟路 一展查时间之后 他那白皙的面庞 忽然变得一片赤红 更有些发黑 下一刻 则是猛地站了起来 发出一声嘀吼 浑身一颤 陈锋已是消失不见 原地 则是多出了一头 巨楷石魔 裴沐宇在旁边都看呆了 陈锋在原地走了几步 看向他 声音低沉 我与其他的巨楷石魔相比 可有什么不同 裴沐宇知道这是关键时刻 不敢怠慢 仔细地观察了一会 而后又是闭上眼睛 感应一番 沉生道 在气息上 并无什么不同 只是 走路 嘶吼等细节还不对 陈锋点头 仔细观摩 其他巨楷石魔 片刻之后 他跟其他巨楷石魔 从外表到气息 已无任何区别 陈锋甚至慢慢悠悠地 向着那些巨楷石魔走去 不少巨楷石魔散落在各处 看着走过来的陈锋 扫了他一眼 根本就没有理会 陈锋心下一喜 成了 连这些巨楷石魔都 无法分辨出自己来 更别说是其他人 接下来 裴沐宇亦是如此 他比陈锋 甚至更要容易许多 毕竟 裴沐宇乃是身具魔族血脉 对他来说 这等是颇为寻常 陈锋和裴沐宇 化作两头巨楷石魔看 远远地躲在众多邪魔之中 而就在这时 忽然之间 整个众星陨落之谷内谷 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而后 天空之上 一道无比巨大的空间缝隙出现 一道人影 从中狂暴杀猪 正是蛇石器 蛇石器出来 看到众星陨落之谷内谷中场景 也是不由地轻轻嘘了口气 但下一刻 他就看到了狂刀大帝 见到狂刀大帝之后 本能便想嘲笑 略意感知 却神色一变 原来 他也是感知到 面前的这狂刀大帝 乃是真真正正的狂刀大帝 绝不是之前那个假货 他目光盯着狂刀大帝 眼神之中带出几分阴冷 没等他说话 狂刀大帝便是缓缓起身 声音无比平静 我已在此 我已在此等你三日 原来 我已在那时空隧道之中度过了三天吗 蛇石器瞬间心中一紧 三天时间 足够那小兔崽子跑出去很远了吧 他向四处看去 果然 穷极视线镜头 也并未看到 陈锋与裴木羽的身影 但是 却稍微捕捉到了一点陈锋的气息 立刻便是确定 陈锋只怕绝对来过这里 或者说 他数日之前应该就是出现在这里 但现在 早就不知道跑往何处了 只留下几分气息 而这狂刀大帝 应该就是 他留下来阻拦我的 他现在 一心只想杀尘风 冷冷喝道 滚 狂刀大帝微微一笑 手中刀坑然划过 那你要先问问 我的手中刀答不答应 蛇石器不再废话 一声音笑 黑火鬼刀 狠狠斩落而下 半步武神气息 铺天盖地涌出 狂刀大帝脸上 一直露出一抹兴奋之色 和这样 强大的对手交战 对于他来说 有着巨大的提升 下一刻 他手中刀发出清脆熔银 意识直接迎上 正是曾经传给 陈锋的绝世刀法 太上天地刀 一刀斩出 虚幻莫名 仿佛参透了来世 看破了未来 仿佛一刀斩出 便有着无尽悬傲 此时 在极远之处 一群邪魔向着这边看过来 看着蛇石漆 和狂刀大帝的这一战 而其中 正有陈锋和裴木羽 陈锋看到这一幕 心中一动 目不转睛 仔细地看着 极为用心 他知道 狂刀大帝用心良苦 这样做 也是为了向自己 演练这一刀法 陈锋之前 在被传授了 太上天地刀之后 因为种种原因 一直都没能修炼 现在 他知道 自己是时候领悟 是时候去修炼了 太上天地刀斩出 瞬间 蛇石漆便感觉自己面前 恍恍惚惚惚 仿佛一瞬 竟有百年沧桑之感 他感觉 自己的生命力 急速流逝 在急剧地衰老 似乎整个人一瞬间 就会垂垂老矣 化作肿中枯骨 蛇石漆心中一跳 这丝真是厉害 这等武技放在苍穹之巅 只怕都是极其强悍的 但是 他骤然抬头 一声狂笑 你的招式很厉害 武技等级极高 刀法更是意境高妙 几乎有了几分禅意 但 那又如何 在我半步武神境界之下 在我强悍力量之下 什么都没有用的 下一刻 一刀狠狠斩落而下 两记强悍招式 撞击在一起 一个奥妙无比 一个却是简单粗暴 但反倒是奥妙无比的刀招 直接被斩碎 黄刀大地身形矩阵 直接被砸飞出去上千米 浑身颤抖 连连呕血 蛇石漆却也是一阵恍惚 瞬间感觉自己 仿佛老了数岁 精神力和生命力 都是流逝不少 这一刀 狂刀大地固然是直接受伤 但蛇石漆也是不好过 蛇石漆暴怒 只感觉诸事都是如此不顺 疯狂嚎叫着 又一次一刀劈出 主动攻击 几乎瞬间 两人便是连拼十刀 连过十招 狂刀大地乃是实打实的半步武神高手 但同为半步武神 蛇石漆显然比狂刀大地强出许多 一个是刚入半步武神境 一个则是在半步武神境巅峰 距离星魂武神境第一重天 仅一步之遥 十招过后 狂刀大地已是浑身浴血 到处都是巨大伤口 甚至 深刻见骨 丹田之处更是被狠狠劈了一刀 几乎被直接腰斩 黑色鬼火在所有的伤口之中蔓延 如复古之躯 十招之后 他已是身受重伤 但对面的蛇石漆 却也不好过 他身体之上 亦是有着几道伤口 而且 整个人极其狂躁 显然乃是被太上天地刀的特殊方法给影响 他甚至感觉 自己的生命力仿佛已经流失了几十年一般 虽然浑身浴血 狂刀大地却是哈哈大笑 半步武神巅峰又如何 也不过如此 其实 丹论刀法之高妙 意境之高远 它是要超过蛇石器的 但怎奈何 力不如人 蛇石器根本不跟他对拼武技 本章完 第4629章 中计 只是赤裸裸地用境界 用强大无比的力量 压迫而下 但是这也从侧面体现出 太上天地刀这门武技的强大 足可以让狂刀大地支撑十招 未曾落败 接着 狂刀大地直接向郑重心陨落之谷一个方向飞逃而去 不再和蛇石器纠缠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 没有必要再打下去了 蛇石器争鸣一笑 本能的便是要追着狂刀大地而去 但此时 他却心中一动 止住了脚步 若我是陈锋的话 我会那么蠢吗 狂刀大地逃往的方向 怎么可能就是陈锋藏匿的方向 若我是陈锋的话 我会让狂刀大地这样做吗 那岂不是引狼入尸 蛇石器被陈锋算计这么多次 也是已经学乖了 立刻便是脑海中急速旋转起来 若我是陈锋的话 我在进入这里之后 一定会疯狂逃窜 然后 将狂刀大地留下来拦住我 而如果狂刀大地将我击败 那自然最好 若狂刀大地击败不了 则让他往某一方向逃走 将我引得去追狂刀大地 他越想越是兴奋 是了 一定如此 他立刻四处寻觅 而片刻之后 眉头一扬 原来 在通往正北方向之处 他却是发现了一道气息 那道气息 虽然微弱到难以感应 但他明明白白地感觉到 这就是陈锋的气息啊 顿时 蛇石七得意无比 哈哈狂笑 陈锋啊 陈锋 没想到吧 我也是在不断提升的 现在越发聪明了 你这点小伎俩 怎么可能瞒得过我 他得意到了极点 自认为已经看破陈锋的轨迹 当下 根本就不理会逃往正西的狂刀大地 而是向着正北方向追去 寻着陈锋的气息 一路向前 至于这里四处散步的那些邪魔 他自然是看得清清楚楚 不过 这些邪魔 在他眼中 不值一提 连蝼蚁都算不得 他甚至根本就懒得下手去杀 看见他静止向北追去 陈锋和裴木宇对视一眼 都是从对方眼中 看到几分笑意 裴木宇更是差点笑出声来 而他看着陈锋 目光中更是露出极致的震撼和钦佩 他知道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其实 这所谓的向北而去的气息 根本就是陈锋布下的陷阱 陈锋第一次重回众星陨落之谷 和狂刀大地商量完毕 完毕之后 他便离开 而狂刀大地 则是带着陈锋的一滴精血 一路向北而去 自然就留下了不少陈锋的气息 为的 就是此刻 也就是说 早在数十日之前 早在今日这一切发生之前 陈锋 就已经预料到了 近日有可能发生的一切 并且 专门留下了后手 陈锋大哥 太厉害了 此时裴木宇脑海中 只有这一句话回答 陈锋这么做的目的 便是布下一个计重计 陈锋就是要让蛇石七最先以为 狂刀大地逃往的方向 是陈锋逃往的方向 然后让他再一想 便是自作聪明地觉得 那里肯定不是陈锋逃往的方向 所以 他就会感知陈锋气息 然后朝着有陈锋气息的方向而去 而由于有了狂刀大地这一层伏笔 这一个故意的比较明显的误导 使得蛇石七就会认定 自己的想法是没错的 这正好是落入了陈锋的陷阱之中 陈锋宇心中对蛇石七同情到了极点 蛇石七 你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惹上陈锋大哥 真是要被玩死了 而陈锋之所以要把蛇石七引到那里去 还有着更深的打算啊 那里 有着陈锋的第四张底牌 尽管 或许 他并不那么情愿 成为陈锋的底牌 陈锋和陈锋宇 亦是向北而去 便是能够看到 荒原之上 两头大魔向着北边 以不紧不慢的速度移动 这一幕 在这众星陨落之谷内谷中 再正常不过 没有人会在意 蛇石七更是根本不可能发现 蛇石七一路向北追击 陈锋和陈锋宇 则是不紧不慢 跟在身后 蛇石七一路之上 速度并不极快 他刚突破入半步五神镜 信心爆棚 肆无忌惮 但根本不加遮掩气息 越是进入众星陨落之谷内谷深处 碰到的那些邪魔便是越强 不少邪魔 都是感应到他的气息之后 纷纷涌来 这些邪魔 乃是炎阳大魔泄露而出的魔气所化 并非是真正的大魔本族 智力低下 虽然和蛇石七实力差距极大 但是却汗勇无比 虽然没办法给蛇石七带来多大杀伤 却是让他感觉很是麻烦 一路之上更是耽误了极多的时间 两日之后 蛇石七循着尘封的气息 一路来到了某一处 面前出现了一座极其高耸巨大 如同山脉一般的城墙 出现了一座巨大而又阴森的城楼 当然 还有那闪烁着无尽魔气和红光的城门入口 炎阳魔国 到了 此时 远远跟在蛇石七身后的尘封 目光之中露出无尽感慨之色 更是带着几分思念与牵挂 这炎阳魔国入口 当时他便是眼睁睁地看着花冷霜进入其中 而他 却是无可奈何 当日的他 没有足够的实力 现在的他 又如何呢 花冷霜 你现在应该就在里面吧 时光荏苒 数年时间已过 你在这炎阳魔国里面 过得又如何 众星陨落之谷内谷的时间流速 和玄冥七海界是一样的 玄冥七海界之上的六年 在这里便也是过了六年 蛇石七瞬间便是 来到这炎阳魔国之前 看着那黑洞洞的城门 感受到里面铺天盖地涌来的魔气 感受到那里面隐隐约约极强的威胁 他一时不由地为之动容 炎阳魔国 他缓缓读出这四个字 这炎阳魔国 想必就是那陈锋的仪仗了吧 原来 那陈锋真正的依仗 既不是外面玄冥七海界的武者 也不是那些灵职傀儡 甚至都不是之前的狂刀大帝 而是 在炎阳魔国 而是在炎阳魔国里面 某个恐怖存在啊 他心中有些犹豫 但下一刻忽然眉头一跳 本章完 第四千六百三十章 进入炎阳魔国 因为他明显感觉出来 自那黑洞洞的城门中 传来一股非常明显的 属于陈锋的气息 他心中笃定 果然 陈锋就是逃到了这里 他深深吸了口气 黑色鬼火弥散而出 向着那炎阳魔国的城墙接近而去 只是 一触碰到炎阳魔国的城墙 顿时 城墙之上 便是有着一道道的法阵符文亮起 那法阵符文 嗡的一下 便是狠狠砸出 将这黑色鬼火 给硬生生弹了回来 使得他 只能隐约感受到炎阳魔国里面的气息 却根本就 无法探知其真正情况 但是 这样非但没有让蛇石七之男而退 反而将他心中那股狠力之气 给激发了出来 他一声怪笑 炎阳魔国 很了不起吗 想必 里面极为凶险 应该有着实力极强的恐怖存在 但是 那又如何 他脸上露出一抹霸道狂横之色 我可是苍穹之巅的人 外面的大魔妖怪 我见了多少了 你们又算是什么东西 他这话 倒是没有虚言 别的不说 他出生的那个种族 便是与魔族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甚至 都带着点魔族血脉 说他自己就是邪魔一员 一无不可 下一刻 蛇石七便是直接向着那炎阳魔国的城墙 狠狠地杀了过去 没错 他就是杀了过去 他没有老老实实地走城门 反而黑火鬼刀狠狠披落 黑色鬼火遮天遍地 黑火鬼刀向着城楼披落 他竟是不走城门 而非要将这炎阳魔国 劈出一条通道来 轰得一声巨响 黑火鬼刀斩落其上 整个城墙 都是剧烈地震战了一下 而后 又是一刀 又是一刀 在极远之处 尘封看着这一幕 目光微闪 想必 这邪神谷的养邪神之法 有许多弊端 我明显能感觉到 蛇石七自从和他所养的那邪神 融为一体之后 虽然实力大有提升 但却与之前想必 整个人却心性大变 之前他阴冷狠独妄 但却不失缜密 而且也是能屈能伸之辈 现在却是完全变了个人一样 极为狂妄 不知多少刀狠狠劈下之后 终于随着一声轰然巨响 那炎阳魔国的城楼 直接炸碎 城墙之上 也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缝隙 蛇石七发出 哈哈哈哈狂笑 静止闯了进去 而等过了好一会儿 尘封和裴木宇 亦是快速来到裂缝之前 踏步而入 进入这炎阳魔国之后 入木所见 只有一片废墟 这炎阳魔国 极大 一眼望不到尽头 入木所及 仿佛是一个世界一般 只是 这里的天空 还是一片灰黑色的 没有风 也没有云 只是一片灰黑之色 充满死记之意 毫无生机 地面之上 亦是有山 有河 有土丘 有城池 有各色建筑等等 只不过 河水已经干涸 而那山丘 则许多丛中断裂 仿佛是被那大能战斗之时 被无上强横力量 给直接削断 尘封两人来到 一处城池废墟 看得出来 这座大城之前颇为繁华 功与连绵 但现在 却已是沦为一片废墟 到处都是断壁残垣 而且 在炎阳魔国之中 魔族的数量也是极度 各种邪魔 屡见不鲜 陈锋等人 前进了不过半个时辰 一路上就碰见骑马上百头大魔 山巒之间 沟壑之间 城池废墟里面 都是有着大魔不断出现 不过 在他们眼中 陈锋两人也是同类 所以 倒也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这一追 又是三日 炎阳魔国大的 有些超出想象 终于 当陈锋两人 又一次登上 一座黑色巨山 巨山极高 穿越了天空的灰色云层 而陈锋两人 一路走过了灰色云层的高度 忽然 面前一亮 巨山之上 乃是一座巨大的平原 而这里 则是和下面截然不同的景色 下面大魔遍地 如无尽 修罗地狱一般 极是恐怖 此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幅场景 像是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桃源山谷 甚至更像是一个巨大花园 没错 就是花园 到处都是绿荫遍地 到处都是草木如荫 各处繁华起草 璀璨盛开 空气清新 鸟语花香 哪里有半分所谓魔国的景象 甚至比外面众星陨落之谷内谷中的景象 更是不知道有生机多少倍 来到这里之后 便仿若是来到了一个 杂花生树群鹰乱飞的桃源事件 草原尽头 则是波光零零的巨大湖泊 而湖泊左近 则是耸立着一座白色高塔 而当这一幕景象 映入尘封眼帘的时候 却是让尘封 浑身剧烈地震战了一下 整个人都是不由自主地凝固在了那里 宛若实话 原来 这一幕 他看到之后 竟是发现自己无比的熟悉 这一幕 仿佛在无数个午夜梦回之间 曾经在他脑海之中出现过 仿佛在他最深沉古老被封印的记忆中封存 之前 他从未想到过这幅画面 但是当此时这幅画面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却是一下子便恍然惊醒了 裴沐宇看到尘封呆呆站在那里 不由心中有些害怕 轻声道 大哥 你怎么 这是怎么了 他声音响起 尘封才恍然回过神来 猛地击凌凌地打了个哆嗦 出了一身冷汗 他意识心中迷惑不解 看向远处的如画般的美景 为何我会感觉 这幅画面这么熟悉 为何会如此 尘封心中一个巨大的声音在回荡着 为何 他感觉自己仿佛触及到什么秘密的边缘 而且 极其迫不及待地 想要揭开这个秘密 尘封隐隐约约感觉 自己这一次进入了炎阳魔国之后 只怕会有什么极为特殊的收获 尘封低声道 放心 我没事 两人继续向前追踪蛇石七尔去 很快 便是来到那大湖之盼 白塔之旁 而前面 已是传来阵阵杀戮声 惨叫声 幕吼声等等 尘封远远看到 极远之处 却有一头大魔 正和蛇石七搏杀 本章完 第4631章 炎阳大魔 出现 他实力也不弱 但根本不是蛇石七对手 被蛇石七三两刀便是劈得粉碎 蛇石七正欲向前之时 忽然一道恐怖气息 自远处弥散而起 狠狠地向着这边压了过来 这道恐怖气息之强大 让蛇石七都市不由地为之动容 他感觉 这气息压下 自己的呼吸 似乎一下子变得无比灼热 仿佛每一次呼吸 都让胸肺间一阵剧痛 全身血液 则是瞬间都要燃烧起来 整个人仿佛被极致的高温笼罩 周围虚空中的温度 也是瞬间疯狂升高 甚至这虚空 都是变得一片通红 极致的高温 让周围的大地 都是缓缓起伏 这时大地都快要被高温 给融化了 这等气息 蛇石七心中狠狠一跳 这 这难道是属于星魂武神的气息吗 我感觉这气息 似乎比我还要强大 陈锋也是心头一跳 心下更是兴奋至极 终于要到来了 在这一瞬间 蛇石七心中 涌起一抹慌乱和悔意 我追杀陈锋来到此地 究竟是对是错 谁能想到这里 竟然隐藏着这样一个恐怖的存在 这也意味着 蛇石七现在心境极其不稳 忽而狂横 忽而怯懦 那气息越来越强 一抹触目惊心的红 自那天边出现 就像是火山陡然爆发一样 空气中瞬间变得比刚才还要灼热十倍 一股股如火龙般的火系力量 四处弥散而开 这火系力量浓厚到直接在空中显现出踪迹 一时间 整个视线之中都是被红色给充满 无数火龙纵横天空之上 也仿佛有火与坠落 陈锋心中亥然 这得是多么强大的实力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下一刻 一个巨大的身影在天边显现而出 陈锋也终于是见到了炎阳大魔的真容 这是一个通体红色的巨大存在 和之前陈锋所变化的那混沌火魔 颇为相似 身高达到了足有万米 如同一座巨大的红色火山 身体表面 红色光芒流转 岩浆流动 化作一层厚重铠甲 它整个躯体与人相似 只不过 两条腿格外粗壮 如两头通天锯住一般 那脚趾之处 则是两只巨大的牛蹄 头顶之上 生着两只弯弯的螺旋形锯脚 有若牛脚被扭曲了一下 而它那张面容 则是笼罩在一片滚动的红色岩浆之中 看不真切 这 就是炎阳大魔吗 众星陨落之谷的主人 炎阳魔国的国主 也是整个玄冥七海界 之所以会变成这样的 根源 陈锋只是心中微颤 而旁边的裴木羽 身体则是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当它面对炎阳大魔的时候 与陈锋等人又不一样 它乃是玄冥七海界土生土长的土著 而玄冥七海界能有今日之一切 可说都是拜炎阳大魔所赐 对于他们来说 炎阳大魔不至于是创世神一般的存在 炎阳大魔那低沉的怒吼声响起 它缓缓低头 盯着蛇石漆 擅闯我炎阳魔国者 死 下一刻 它手握虚空 瞬间 身上无尽熔岩涌起 空气之中 弥散的那火焰之力 迅速汇聚于它的右手之中 右手握持之处 便是出现了一把红色大剑 上面熔岩滚动 充满了无比灼热 而又恐怖的气息 接着 炎阳大魔没有任何犹豫 踏前一步 一剑 便是向着蛇石漆狠狠劈斩而来 一剑劈下 如天崩地碎一般 蛇石漆感觉 自己全身上下 都被这契机给牵引了 它心中骇然之极 这是星魂武神境强者 你竟然已经到达星魂武神境 怎么可能 这玄冥七海界 这一个小千世界 就算秘境之中 有特殊强者存在 也不应该到达星魂武神境啊 怎么可能会有你这样的强者 这一瞬间 蛇石漆荒了 在他认知中 玄冥七海界 根本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强者 之前他觉得 那狂刀大帝 就已经是玄冥七海界之上最强了 所以 将他击败之后 就更是狂妄地无以复加 一路之上 横冲直撞 却没想到 现在在这里 竟然碰到了一尊 星魂武神境强者 蛇石漆瞬间心中狠狠一跳 刚才涌起的那一丝后悔之意 又是增强了几分 而让他后悔的最重要的原因 还不是此时这 炎阳大魔展现出来的实力 而是他的姿态 他的这种姿态 极为地嚣张狂横 连给自己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便是狠狠杀来 说明 他拥有着无比强大的自信 蛇石漆知道 这次自己是真的碰上硬茬子了 不过 蛇石漆是何等样人 也是凶狠乖利 回过神来之后 立刻眼神变得阴狠起来 狗东西 想杀我就杀 你当你是什么 天道主宰吗 下一刻 蛇石漆一声狂吼 身上黑色鬼火 熊熊燃烧 手中黑火鬼刀 凶狠无比地 向着那熔岩巨剑迎了上去 瞬间 杀成一团 陈锋此时 吐出一口浊气 整个人彻底放松了下来 成了 第四步棋子 尘埃落地 第四步计划 就此圆满 图穷笔现 陈锋这第四步棋的真正目的 终于出现 那就是 让蛇石漆和炎阳大魔 一战 而他的第四张底牌 就是炎阳大魔呀 炎阳大魔 根本没有任何的废话 直接便是狠狠杀向蛇石漆 不问任何缘由 也不问任何缘故 既然敢闯我炎阳魔国 就是死 而陈锋对他这种性格 早就深有了解 他早就在跟狂刀大帝的谈论中 以及自己上一次亲身经历中 判断出来了 这炎阳大魔 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所以 陈锋才那么笃定 当蛇石漆追着他 进入众星陨落之谷的时候 蛇石漆就已经命运注定了 至于蛇石漆所感应到的 那属于陈锋的气息 只不过是陈锋让狂刀大帝 将自己的一滴精血 扔进了炎阳魔国那城门洞中罢了 他根本就没有进入到那里 陷阱是一步一步不下的 甚至就连蛇石漆 进入到这众星陨落之谷内谷里面之后 黄刀大帝对他说的第一句话 其实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陷阱 本章完 第4632章 步步算计 就是为了迷惑他 那句话 看似平平淡淡 只是寻常 但却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为这句话 是接下来所有一切铺垫的开始 这句话便是 我已在此等你三日 你为何才来 这就直接给蛇石漆一个心理暗示 甚至可以说是 心理明示 意思就是 陈锋已经进到这里三天时间了 而他 则是在陈锋进到这里三天之后才到来 这种情况 陈锋知道有狂刀大帝看似不经意地说出来 那么 蛇石漆是 一定会信的 而且 这种现象 也确实很正常 因为在穿越时空的过程之中 出现这种情况 太正常了 明明是前后脚进入时空隧道 却是隔着几天才能进来 或者落地地点 相隔几万里 几十万里 毕竟时空之道 玄傲而不可触摸 所以 蛇石漆听到这句似乎无意的话之后 他一定会信 那么 就可以在他的脑海之中 形成了一个潜意识 陈锋 已经利用这三天的时间跑远了 所以他才会对接下来的一切事情 都不怀疑 这是一个前提 也是陈锋布局的极关键的一点 轰的一声巨响 那黑火鬼刀 剧烈震战起来 黑色鬼火 一瞬间被轰然震散 四散而落 如无数流火 而蛇石漆的身体 更是被阵飞出去千米 重重地砸在那湖水之中 湖水都溅起一道巨大的水柱 炎阳大魔则是后退一步 根本未曾受伤 显然 炎阳大魔稳稳占据上风 压过半部武神镜的蛇石漆一头 显然 他已经是实打实的 心魂武神级别的强者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他种族特殊 乃是魔族 并非是人类武者 因此 有可能未曾凝聚心魂 但 他的实力 就是实实在在的 这个级别的实力 陈锋看了 不由一阵心惊肉跳 心中暗道 幸亏我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 有狂刀大地相救 而且 这炎阳大魔应该是无法离开此处 所以没有追杀出来 狂刀大地才能保护得了我 若不然的话 只怕 陈锋也终于知道 为何以狂刀大地之实力 却被这炎阳大魔压制千年 根本都无法离开这众星陨落之谷 蛇石漆掉入那湖水之中 却半想没有浮现出 显然 他不可能这一招就死 只是在策划反击 炎阳大魔 一眼便是亏出他的盘算 冷笑一声 手中巨剑狠狠披落 无限火焰 直接便将那湖水蒸干 这一下 蛇石漆再也隐藏不住 熔岩大剑狠狠落下 蛇石漆又是被迫接了一剑 这一下 直接将它砸进了湖底的烂泥里面 砰的一声 黑泥四剑 腥臭难闻 直接被砸出来一个方圆几千里的大洞 蛇石漆摔落在地 挣扎了好几下 方才站起身来 连连呕血 更是狼狈不堪 接着 炎阳大魔又是连弓三剑 每一剑都是把蛇石漆给砸得狼狈不堪 每一剑都是让蛇石漆浑身俱颤 身上伤势又更重几分 它连连呕血 黑药石一般的双臂之上 已是出现无数裂纹 似乎随时有可能断折 内脏也已经是遭受重创 显然 蛇石漆完全落在下风 但炎阳大魔 想要那么直接杀了它 也没那么容易 五剑之后 蛇石漆已是身受重伤 整个人形同疯狂 发出连连嚎叫 对于它来说 这被打得受伤狼狈 都不是那么难以承受 让它难以承受的 是巨大的羞辱 它像是一只老鼠一样 被炎阳大魔硬生生地 给砸到了这谷底烂泥里面 让狂妄至极的它 如何能够承受得了 蛇石漆眼中露出一抹疯狂之意 眼中光芒闪烁 你逼我是吧 你如此逼迫我是吧 好 我就算是死 也要在你身上 咬下一块肉来 下一刻 当炎阳大魔 又是一剑斩落的时候 蛇石漆直接向着它迎了过去 直接向着它的熔岩大剑 狠狠迎去 黑色鬼火 四处剑射 满山遍野都是 但 就在两者即将撞击在一起之时 忽然蛇石漆身影一闪 竟是直接消失不见 远处 一到剑射的黑色鬼火之中 骤然钻出了它的身影 而这一朵黑色鬼火 乃是所有鬼火里面 距离炎阳大魔最近的一朵 不过数百米之遥 而且 正面对着它的双眼 正在它头颅的正前方 原来 在这一瞬间 蛇石漆没有硬拼 而是施展自己身法神通 从一处建设的黑色鬼火之中 钻了出来 它这身法武技 与陈锋的阴影鬼步 颇有几分神色 炎阳大魔健壮 却是毫不在意 似乎这种伎俩 在它面前 根本就不算什么 沙哑冷笑一声 雕虫小技而已 它的双眼位置 骤然便有两道璀璨红光亮了起来 随着红光亮起 两道极其炙热的赤红色光柱 轰的一声 便是自其双眼之中飙射而出 狠狠地攻向了蛇石漆 攻势之强悍 丝毫不逊色于它的熔年大剑 甚至 还有过之 眼看这一下 就又能将蛇石漆击退 并且极有可能打成重伤 但此刻 蛇石漆正在直视炎阳大魔的双眼 而它所要的 也不过 就是在这一瞬间 只是它双眼的一次机会罢了 下一刻 蛇石漆身体之上 忽然一道诡异气息透出 那是属于精神力的波动 这一瞬间 陈锋忽然恍然 有些熟悉 这种气息 我感知过啊 接着 陈锋便想起来 是从哪里感觉过了 当时 射魂先翁那个血海地狱神通 让众人仿佛身陷修罗地狱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气息 难道 蛇石漆竟然修炼成了 果然 陈锋猜测的没错 蛇石漆身体之上 红光泼洒而出 瞬间便是 进入到了 炎阳大魔的双眼之中 瞬间 炎阳大魔整个身体 都是僵直在了那里 一动不动 而此时 在他的脑海之中 出现无数幻想 他在那幻想世界中 拼命地挣扎着 血海地狱神通 果真是血海地狱神通 蛇石漆 竟然也从射魂先翁那里 学到了血海地狱神通 本章完 第4633章 炎阳大魔的杀招 虽然陈锋看得出来 他的修炼境界远不如 射魂先翁那么高 射魂先翁的血海地狱 双眼红光一闪 便可悄然让周围 所有人都陷入 那精神幻想之中 可谓润物系无声 同时威力又是强大之极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达到规则上的突破 规避天道主宰的窥探 蛇石漆比起他来 差了不知多少 但 这终归是血海地狱神通 蛇石漆虽然只修炼出一个皮毛 但是只针对炎阳大魔 一人使用 并且 是在猝不及防 炎阳大魔根本没有任何 低防的情况下 还是一下子就得手了 瞬间 炎阳大魔浑身僵硬在那里 甚至保持着 刚才长剑下批的姿势 但是那长剑 却无论如何都落不下来 他面孔前面的那红色云雾消散 露出真容 他脸上戴着一副巨大的青铜面具 乃是一副青铜鬼面 看上去说不出的争鸣 但争鸣之中 却更是戴着几分庄严宏大之意 这面具 几乎笼罩了他的全部面孔 但是 他的那如同熔烟凝结的脖子之处 却横七竖八 有着数十道巨大的伤痕 似乎被人划出一道道沟壑来 蛇尸期却不管这么多了 他瞬间便冲到炎阳大魔脖梗之处 疯狂吼叫着 你不是要杀我吗 你不是要杀我吗 看你还怎么杀 老子现在宰了你 他一边疯狂咆哮 手中黑火鬼刀 一边狠狠斩下 一刀落下 便直接在蛇尸期 那如同山丘一般巨大的脖子之上 斩出一道长有数百米 宽达数十米 如同巨大沟壑一般的伤口 伤口之中 黑红色的磨血 向外疯狂喷溅而出 血液还在空中 便已化作漫天容颜洒落 血液之中 蕴含着极强的力量 蛇尸期知道 这血海地狱神通 对炎阳大魔影响的时间 不会太久 所以 极为珍惜这段时间 狂吼着 手中黑火鬼刀 以极快的频率疯狂斩落 不过短短一瞬的时间 便是斩出了足足几十刀 而此时 就算是炎阳大魔的躯体 极为庞大 亦是被这几十刀 给斩的脖梗 断裂了一多半 甚至 头颅都在摇摇欲 鲜血更是流遍全身 蛇尸期得意地连连狂笑 但 就在这时 炎阳大魔 却是骤然苏醒过来 浑身一震 蛇尸期便是被直接震飞出去 炎阳大魔感受到自己身上 那已经达到重伤级别的伤势 发出一声愤怒的吼叫 你找死 他完全没有将蛇尸期放在眼中 却没想到 竟是被蛇尸期 直接给收拾了 这让他暴怒到了极致 炎阳大魔被彻底激怒 而他也不愿意再浪费时间了 他挥了挥手 只是缓缓吐出一个字 死 下一刻 双臂扬起 缓缓撕扯开 宛若撕裂星辰一样 而随着他双手缓缓张开 在他手心之中 一道又一道巨大陨石 竟是出现 转瞬之间 在其周围 竟是有着九座巨型陨石 若隐若现 每座陨石 直径都有千里之巨 表面容颜流转 蕴含着无比强大 而又狂暴的力量 似乎能够将一个世界摧毁 这九颗红色陨石 如众星捧月一般 在他身体周围起起伏伏 每一个陨石里面 都蕴含着无比狂暴的力量 下一刻 随着炎阳大魔心念一动 一颗巨大陨石 狠狠地向着 蛇石漆砸了过来 蛇石漆黑火鬼刀疯狂斩落 但是这颗陨石的威力 比刚才的熔岩大剑 还要强出不知多少 两者碰撞在一起 蛇石漆蛙的一声 一口鲜血喷出 惨叫连连 被打得极其狼狈 而这颗巨大陨石攻势过后 第二颗陨石 又是轰然落下 然后是第三颗 第四颗 九颗陨石 不断疯狂 撞击着蛇石漆 绵绵不绝 攻击速率比刚才更快了 不知多少倍 每一下撞击 都是蛇石漆 所根本无法承受的 远远超越了 它现在的能力范围 蛇石漆估计 这撞击的力量 至少也是达到了 星魂武神境第二重天的程度 每一下撞击 都是让蛇石漆 凄惨无比 当这九颗陨石 连续撞击了九次之后 蛇石漆 已经是毫无还手之力 地面之上 被砸出来一个锯坑 那本来柔软的淤泥 已经是被砸得无比结实 而在那大坑的最中心位置 就是蛇石漆 它已经完全放弃抵抗了 双手抱着脑袋 色缩在那里 身体周围黑色鬼火凝聚 急速回收 收到身体外面 尽量地将自己的防护范围变小 以图增加防护力 蛇石漆这样做 也很是聪明 反正就摆出一副 缩头乌龟挨打的姿势来 其他听天由命了 还别说 他这么一来 还真是使得防御力变强了许多 当那些巨大陨石 第十八次轰击的时候 蛇石漆忽然敏锐地感觉到了一丝不对 他忽然觉得 对面炎阳大魔 那绵绵不绝的攻势 竟然停戏了那么一瞬 就如同是人在水中憋得太久 不得不唤起一样 似乎 他的力量中断了那么一刻 虽然接着又恢复了正常 狠狠地将蛇石漆压地喘不过气来 但蛇石漆还是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丝变化 瞬间 蛇石漆心中一喜 难道说 他不动声色 继续与炎阳大魔僵持 不知过了多久 炎阳大魔那陨石又一次砸下 这是陨石的第二十一次攻击 忽然 蛇石漆感觉 炎阳大魔的力量 又是中断了那么一瞬 他的身体 更是瞬间摇晃了一下 身体表面缭绕的那些熔年的红光 一瞬间 竟是暗淡了许多 虽然接着又恢复了正常 但刚才那种暗淡 却是被众人看在眼里 陈锋若有所思 难道说 蛇石漆眼睛瞬间瞪大了 心中狂喜越来越深 当第二十六次攻击落下 随着又一次剧烈摇晃 那股红光 瞬间便是消散了 这一刻 蛇石漆终于是确定了自己的推测 他兴奋无比地大声狂笑道 炎阳大魔 你这个老东西 我还差点被你给骗了 原来 你维持这样的实力 也是非常困难 根本就维持不了多久啊 本章完 第4634章 陈锋是谁 哈哈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 原来不过就是一句肿中枯骨而已 他这句话 记得炎阳 大魔爆木 他似乎很是忌讳 别人提起这件事 顿时眼神一冷 一字一句道 杀你 足够了 话音刚落 他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 双手狠狠像那一盒 接着 那九颗巨大的陨石 便是开始融在了一起 片刻之后 化为一 这颗陨石 反而体型急剧缩小 只有十几米巨大 但其上面展露出来的那种恐怖狂暴的气息 仿佛能够将一切毁灭 有着毁灭性的强大力量 上面的火焰 红到几乎发黑 仿佛形成了一个黑色的洞 能让周围 一切都被吸进去 下一刻 这颗陨石 便是狠狠向着蛇石漆砸了下去 蛇石漆眼中露出极度惊恐之色 嘶声大喊 拼命抵御 但 根本就没有任何用的 这恐怖的陨石 摧毁了蛇石漆的一切防御 然后 狠狠地砸在了蛇石漆的身上 将那无数的黑色鬼火 也直接撞得消散 蛇石漆满脸绝望 疯狂吼叫着 挥舞着手中的黑火鬼刀 向着那陨石斩去 这 也是他的最后的挣扎了 咔的一声脆响 黑火鬼刀 直接被撞碎成两截 黑火鬼刀 直接破碎 在那断裂之处 有着无数黑色鬼火 猛地向外扑了出去 那些黑色鬼火 在空中 直接变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鬼影 黑色厉鬼 隐隐床撞 在空中发出凄厉无比的惨叫 看着那黑火鬼刀 充满了不舍 似乎不愿意离开 但 下一刻 却还是轰的一声 便直接被撕扯得粉碎 陈锋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这黑火鬼刀的刀铃 随着黑火鬼刀 被直接砸断 这黑火鬼刀中的刀铃 也是身受重创 甚至此时直接破碎了 无论是黑火鬼刀 还是黑火鬼刀中的刀铃 和青年神剑 以及青年剑灵比起来 都是差了极远 但这不能说明 他们弱 恰恰相反 能够与青年神剑 这等上古大能 曾经使用过的武器相比较 有这个比较的资格 本身就能说明其强大 黑火鬼刀断裂的一瞬间 陈锋忽然感觉 自己的腰间 骤然有着一道浓烈的气息 传了过来 里面充满了贪婪 兴奋 以及吞噬的欲望 陈锋顿时心中一动 因为那道气息 他很熟悉 正是属于神气碎片的气息 神气碎片 想要吞噬黑火鬼刀 而且吞噬的念头 无比强烈 此时神气碎片之上 传来的那股气息 浓烈旺盛到了极点 就如同是饿了 三年五载的一个老涛 面对着一桌子 美食时候的那种兴奋 恨不得连盘子桌子 都给吃下去 蛇石漆心中剧痛 这黑火鬼刀 跟随他多年 乃是他几十年反复祭练 垂打提升的一键质宝 可以说 与他情同兄弟 但他很快便顾不得 心疼黑火鬼刀了 因为那陨石 已然是狠狠地 砸在了他的身上 顿时 蛇石漆身身上 所有的护体宝物 被禁数砸碎 接着 骨肉破碎 心脉蹦裂 随着一声轰然巨响 那巨大陨石 化作无数流火四散消失 将周围焚成一片废墟 而那大坑之中 也展露出来了 蛇石漆的身躯 蛇石漆不愧是苍穹之巅的人 竟然直到此事还没死 但他也只剩下一口气了 整个身体 几乎完全被砸碎 满身都是血 呼吸微弱 瞳孔扩散 在那里苟延残喘着 这个不可一世的强横枭雄 终于也来到了自己的穷途没落 这一攻势 给蛇石漆造成了致命的攻势 让他直接重伤冰死 再无还手之力 但是 却也让炎阳大魔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他的身体剧烈地摇晃了一下 忽然身体表面那些红色光芒 疯狂颤动了起来 下一刻 红光进阶破碎 而他的躯体 亦是疯狂缩小 转眼间 就从上万米的高度 缩小到了不过百米左右的高度而已 这倒不是重点 重点的是 他此时气息比刚才下降了许多啊 方才他乃是不折不扣的 心魂武神镜强者 而现在气息 则一路跌落到半部武神镜界 甚至 差点连半部武神镜都维持不住 蛇石漆强行支撑着 喘着粗气 咬牙道 我猜得没错 你果然是强行提升自己的实力 才能达到心魂武神镜 现在看来 炎阳大魔能够维持在心魂武神镜的时间 是有限的 他平素的实力 也就是半部武神镜而已 但 我还是可以杀了你 炎阳大魔的声音 此时反倒平静了下来 另外 他看着蛇石漆 缓缓说道 我要纠正一个错误 不是提升到心魂武神镜 而是恢复 明白吗 是恢复 他着重重复了这两个字 他缓缓站直了身子 虽然身躯比刚才小很多 但气势却丝毫不弱 更有一种辟逆天下之姿态 这种气息 姿态 远不是他这个实力所应该有的 我曾经何等显赫辉煌 实力胜过心魂武神镜 不知多少倍 区区心魂武神 又算得了什么 若不是 我现在虎落平阳 恢复一个区区的心魂武神镜 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蛇石漆看到他这般姿态 心中亦是涌起一股难言的后悔 我何苦要招惹这么一头 不知什么来历的怪物 他的来头 想必极其了得 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 强撑起身子 惨然说道 我认栽了 这次 我输得很惨 但是 死 你也要让我死个明白 他咬牙道 陈锋 到底在哪 你把他藏到哪去了 为何你要帮他 陈锋 颜阳大魔身躯缩小之后 脸上的那迷雾也是散去 露出了他青铜面具之下 血红的毛子 他的眼中明显露出一抹疑惑之色 此人是谁 我从未见过 什么 你从没见过 蛇石漆瞬间脸色大变 此时 在这种情况下 颜阳大魔没有理由撒谎 在自己已经这般落魄的情况下 他不可能还会骗自己 本章完 第4635章 是你 蛇石漆整个人 如遭雷击 瞬间 便是失魂落魄一般 待在那里 只是楠楠说道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不可能没有见过的 他就是逃到这里来的 我就是一路追着他 逃到这里来的啊 他心中隐约已经是 有了一个猜测 但却是不敢相信 因为如果这个猜测是真的话 那么他觉得自己就完了 自己的智商完全被碾压了 完全被尘封弯动于鼓掌之中 随意他耍弄了 那么他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 他根本就不愿意去声响 颜阳大魔沉声道 事实上 在你到来之前 最近数年来 我这颜阳魔国中 没有任何一个人进来过 进来一只蝼蚁 都不会逃出我的视线 什么 蛇石七一听这个 心中那个猜测 却是瞬间成真 他立刻便知道 自己的猜测 绝对是真的 蛇石七待在那里 片刻之后 方才惨笑出声 那惨笑 越来越大 笑中却是带着 掩不住的哭腔 精神崩溃一般的大声喊道 陈锋 我被你给耍了 我又被你给耍了呀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就在此时 一声淡淡轻笑传来 与此同时 一道气息猛地生腾而来 顿时 蛇石七和炎阳大魔 都是悚然一惊 猛地绷直了身子 什么人 蛇石七则是瞬间脸色一变 惊声道 陈锋 是你 陈锋 你怎么在这里 蛇石七和炎阳大魔 都是极为震惊 只不过 蛇石七震惊的是 他一路乃是追随着 陈锋的气息进入这里 但是 他只感受到一道颇为弱小的 若有若无的陈锋的气息 而这也是他相信 陈锋在几日之前 进入此地的最重要的原因 但现在 却又有着 一道陈锋气息生腾而起 而且 钱是在自己身后 炎阳大魔惊害的则是 他来到这里之后 除了蛇石七的气息之外 没有感受到任何生人的气息 但现在 却明显地感受到了 他们是怎么隐匿起来的 如何逃过我的窥探的 下一刻 他们却是看到 在旁边不远处 有两道邪魔的身影 缓缓站直 这两头邪魔 乃是众星陨落之谷中 最为常见的巨凯石魔 就算是在这炎阳魔国中 亦是有着不少巨凯石魔的存在 但下一刻 这两头巨凯石魔 忽然身体骤然蹦散开来 一阵黑气 鸟鸟散尽 而后露出了里面两道身影 正是尘锋和裴木羽 尘锋看着蛇石七 忽然微微一笑 蛇石七 当你信心满满 穷追不舍 悟要将我斩于刀下之时 可曾想过今日 蛇石七看到尘锋之后 先是满脸错愕 接着 忽然恍然大悟 猛得像是想起什么来似的 陈锋 原来你一直跟在我身后是不是 他印象之中 隐隐约约 似乎是感知到 在自己身后 总有一些邪魔跟随 而其中 似乎就有这两头巨凯石魔 只不过 他一路上 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罢了 此时想起来 才知 原来这两头巨凯石魔 竟然是陈锋和裴木羽 陈锋微笑说道 没错 想起来了 蛇石七又是金木吼道 你这一路留下的气息和行踪 包括一直深入到这炎阳魔国里面的气息 也是假的 对不对 话音刚落 他便猛地拍了一下自己脑袋 我他娘的 真是蠢啊 那气息怎么可能作假 这气息 是之前狂刀大帝就带着你的气息 一路进入到这里 对不对 他先是带着你的气息 故意留下了这道气息 然后又回到那里 跟我大战一场 杨庄逃往另外一个方向 看样子 似乎是引诱我追到那个方向 实际上 就是为了让我发现你的气息 然后一路追到这里来 冲了这个陷阱 对不对 陪沐宇哥哥一笑 蛇石漆 看来你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蠢啊 怎么就被我大哥耍得团团转呢 陈锋的一切计划 要说知道最多的一个人 肯定是他 他一步步地看着陈锋 明明比蛇石漆弱小许多 却将蛇石漆 肆意地玩弄于鼓掌之间 心中很是为陈锋而骄傲 蛇石漆浑身重重一颤 脸上闪过难以言喻的羞脑 又是连吐了几口血 整个人几乎直接咽气 那本就极其微弱的气息 又弱了几分 他疯狂地吼叫着 吐着血 许久许久 方才稍微冷静下来 蛇石漆惨笑连连 陈锋 原来我追杀你进入这里 一切都在你的意料之中是吗 所以 你故意选择了这个 与你颇有渊源的玄冥七海剑 对不对 陈锋微微一笑 没错 谁叫你们邪神谷那么狂妄 将意图表现得那么明显 我自然能够猜到 你是要追杀我 进入死亡试炼世界 那么我自然要选一个对我有利的事件 陈锋弹了弹手指 从容淡然 恰好 我之前得到一件宝物 可以让我自行选择试炼世界 果然 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让我来到了这里 蛇石漆穿重重地喘了口粗气 断断续续道 你的第一步 是联合那些玄冥七海界的舞者 让我以为 他们是你的仪仗 是吧 陈锋微笑 继续 蛇石漆喘着粗气 继续道 第二步 则是让灵直傀儡 当你的底牌 其实 他们也不是你的底牌 陈锋哈哈一笑 继续 而你的第三步 就是狂刀大地 而第四步 没错 第四步 蛇石漆的声音 陡然之间变得高亢了起来 手重重地拍打着地面 就是这里了 就是在炎阳魔国 就是这个炎阳大魔 对不对 没错 陈锋朗朗大笑 心中意识无比快意 至此 陈锋的计划 终于完全展露出来 我步步为营 一步一步 最终目的 就是将你引到这里来 不仅仅是 为了让他杀了你 他指了指在旁边 沉默不语的炎阳大魔 又指了指蛇石漆 更是为了让你杀了他 本章完 第4636章 少主 我终于找到你了 就是为了让你们两个 两败俱伤 蛇石漆惨笑 你算准了一切 陈锋 你太可怕了 你太可怕了 他此时 心中涌起无尽后悔 我为何要来招惹陈锋 我为何要与他为敌 他虽然实力远不如我 但是却生生把我给玩死了呀 蛇石漆忽然感觉面前一阵晕血 急怒攻心 又是连吐几口鲜血 差点就直接咽了气 陈锋却是哈哈一笑 蛇石漆 你现在还不能死 我留着你还有用吗 我想死都死不了吗 蛇石漆瞪着陈锋 绝望咆哮 陈锋微微一笑 抱歉 没我允许 你确实想死都难 蛇石漆 发出连连惨笑 他今日 真的是被陈锋 算计到了极致啊 可谓是敲骨吸水 连最后一次利用价值 都被陈锋给压榨了出来 陈锋相当于是利用他 斩杀了无数的灵质傀儡 拿到了那些灵质精华 又利用他 毁掉了灵七海的一切 逼得灵七海 不得不长期跟陈锋合作 更是逼出了他的一张张底牌 连他的终极底牌都逼了出来 逼着他变成了半步武神 然后利用他 进入到了这众星陨落之谷内谷 和炎阳大魔火拼 让炎阳大魔也深受重创 结果 所有好处都被陈锋拿走 陈锋在这里 利用了所有人 利用了他 利用了灵七海 利用了玄冥七海界上的一切灵质傀儡 甚至连炎阳大魔都被他算计入其中 所有存在 无论多强 都成了陈锋的棋子 陈锋肆意落子 将一枚枚棋子的力量 拼得金光 然后坐收余力 蛇石七此时看着陈锋 忽然心中涌起了一股极致的恐惧之感 这个人 还是人吗?他到底有多深的算计 多深的成佛 但是 无论是陈锋还是蛇石七 确实都没有发现 此时炎阳大魔的情绪变化 原来 就在陈锋出现 就在炎阳大魔看到陈锋的那一瞬间 他先是满脸怒意 接着 那脸上怒意散去 便做一丝恶然 下一瞬 那一丝恶然 则是化作了无与伦比的震惊 整个人都是站立了起来 满脸的不敢相信 仿佛他看到了什么 绝对不可能存在于此地的存在 他这股站立和不敢置信 持续了好一会儿 而后 却是在瞬间化作了狂喜 极致的 无与伦比的 浓烈到了极致的狂喜啊 他看着陈锋 整个人欢喜得 似乎要跳了起来 兴奋到了极点 他感觉自己的魔心在疯狂乱跳 自己体内熔岩般的血浆 在疯狂流淌 甚至 他的眼睛 都比平时更红了无数倍 激动的浑身都在哆嗦 他看着陈锋 仿佛看着什么巨大的宝藏 整个人已是被狂喜的情绪 被彻底淹没 陈锋忽然若有所感 骤然抬头 看向炎阳大魔 此时 炎阳大魔 却再也无法掩饰自己心中的那股喜 他站在那里 狂笑着 天不枉我 天不枉我 哈哈 老天你对我不保啊 仁皇圣尊保佑 竟然让我得到了这一线生计 他疯狂大笑着 同时更发出一阵阵兴奋无比的咆哮 我竟然在这里找到了少主 我竟然在这里找到了少主 陈锋听了 顿时一愣 他刚才 亦是发现了炎阳大魔的那种异样情绪 而现在 听到这番话 顿时一愣 这是何意 这少主 又是谁 难道是我 而下一刻 陈锋 陈锋心中忽然掀起惊涛骇浪 他知道自己的身世绝对不凡 炎阴轻雨留下来的种种线索 也预示着自己之前所谓的身世 极有可能另有内情 但陈锋找不到炎轻雨 也打不开炎轻雨留下一计的线索 他寻觅不到任何关于自己身世的线索 但这一刻 似乎 面前的这炎阳大魔 知道一些上古隐秘 他似乎 认出了自己 我的身世 到底是何 我到底来自于哪里 炎轻雨 我的舅舅 我的师父 又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 我和他 到底是怎么走到今日这一步的 陈锋心中 早就有着无限的疑问 现在 当他听到那句话的时候 心中激动无以复加 甚至比炎阳大魔也不逊色 蛇石漆和裴木雨 也是愣了一下 目光落在了陈锋身上 这里 能被称为少主的 似乎只有陈锋了 下一刻 炎阳大魔便盯着陈锋 发出一阵凝笑 少主 你可让老奴找得好苦啊 而就在他少主这两个字 说出来的那一瞬间 陈锋脑海之中 忽然重重一阵 精神世界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仿佛什么最牢固的封印 开始悄然轰他 下一刻 无数画面 便是在陈锋脑海之中闪过 在他脑海之中 出现了一片巨大的 仿佛能容纳几十个世界 那般巨大的园林 绵延无限 里面的一条河流 就不知道有几千万里长 里面有着无数的湖泊 海洋 高山 有着无数悬浮的仙山 有着巨大如天河 流淌一般的河流 里面有着无数的沙洲岛屿 而随随便便一个岛屿之上 便是生活了数以万计的强大妖兽 许多妖兽的实力 甚至都不逊色于蛇石漆 天空之上 时不时有彩虹划过 仔细看的话 便会发现 这哪里是什么彩虹 这分明是身穿金甲的天神一般的存在 高如山岳一般 驱使着面前巨大的神兽 拖拽着无比华美的车年 自空中划过 这一切的一切 都如同传说之中的神仙天解 这等场景 像极了之前 陈锋听了玄金九头焦描绘中的 人黄紫薇心愿 可是 他却又是明明白白的能够感觉到 哪怕是人黄紫薇心愿 似乎也比不得自己记忆中的这座园林 此时 陈锋终于也知道 为何自己刚刚进入这里的时候 会产生那种熟悉的感觉了 因为在那片巨大无比的园林里面 就有这一处所在 那里也有着一片巨大湖泊 有着一座白色巨塔 那白色巨塔 那白色巨塔之中 似乎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人 我总去那里玩 本章玩 第4637章 神秘 陈锋的身世 陈锋轻声呢喃自语 似乎 这里就是我孩童之时 最喜欢玩耍的地方 炎阳大魔 一直在盯着陈锋的反应 当他看到陈锋 精神一阵恍惚的时候 更是死死地盯着陈锋的眼睛 接着 他便是看到 陈锋眼眸之中 仿佛有着无数画面闪过 仿若星辰漫天 银河璀灿 他在那画面之中 亦是看到了自己熟悉的情景 而这些画面 则是他的记忆 更是他魂牵梦营 都想要回去的地方 至此 炎阳大魔再无怀疑 哈哈狂笑 记忆觉醒 少主 你果然是少主 这句话 直接便将陈锋 从那记忆之中 给轰然惊醒 其实 到现在为止 陈锋觉醒的那些记忆 也是已经到了尽头 他所能回忆起来的记忆 本来也就极少极少 他脑海之中 所想起来的回忆 也只有这一幅画卷 也只有这么几个片段而已 这么一幅画面 这样的场景 存在于我的精神世界中 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篇巨大无比 还超越了仁皇紫微心愿的园林 又是什么地方 少主啊少主 万万没有想到 我运气真是好到了极点 竟然在这里碰到了你 竟然在这里碰到了你啊 他越说 声音便越是高亢 到的最后 已经成了响彻着天地间的巨大咆哮 咆哮之中 充满了狂喜之意 他那尖锐 而又嘶哑的大笑 在这片世界中回荡 之前 我等为杀烟轻雨之时 我实力最弱 被烟轻雨神剑灭杀 几乎形神俱灭 只剩一滴精血散落而出 来到这玄冥七海剑 而我这一滴精血 又是在我自己原神 未曾苏醒之时 就化作千万 泼洒在玄冥七海界各处 最后 所能被我收回的寥寥无几 以我现在的实力 根本就不可能回到主人府上 就算回去了 由于之前我等追杀烟轻雨和你不利 大少爷也会让我心神俱灭 受尽痛苦而死 但现在 他盯着尘封 如同看在一个再大不过的宝藏 哈哈狂笑着 我现在 只要是能够把你给带回去 大少爷定然欢喜无比 到时候 我不但不会受罚 反而 他扬起双臂 大声笑道 会为我重造精深 甚至可以帮助我 突破血脉日趋淡泊之限制 直接达到原始老祖之境界 铸就六道大炎魔精深 大少爷一定会狠狠赏赐我的 他感觉自己 兴奋的 几乎要炸开了 话音落下 陈锋眼中 骤然一片血红 恨意冲天起 他感觉 当炎阳大魔这番话说出来 当自己一部分记忆觉醒的时候 自己对炎阳大魔 对这炎阳大魔口中的那大少爷 对于他们背后的一切 都是充满了无比的痛恨 陈锋不知自己为何会如此恨 但他只知道自己 恨到了极点 这股恨意 充塞于他的胸腔 充塞于他的一切 几乎要让他整个人都炸裂开来 这是源自于骨子里 精神最深处 唠嗑在血脉里的仇恨啊 但 陈锋终归是陈锋 还保有着一丝冷静 他赶紧狠狠地一咬舌头 剧痛传来 陈锋借此机会 强自将心中那恨意压下 许久之后 心中波澜方才稍稍平歇 忽然 炎阳大魔仿佛想到了什么一样 脸色骤然一变 耸然而今 向着四周连连张望 慌乱喊道 燕清雨 燕清雨是不是跟你一起来了 他虽然现在面孔猙獰 但是陈锋却分明在其眼中 看到了几分畏惧之色 显然 当他想起燕清雨的时候 心中惧怕 无以复加 燕清雨 他竟然认识师父 陈锋听到炎阳大魔口中 吐出这三个字 意识不由浑身一震 顿时便是明白了一些东西 果然 师父 确实如我猜测的那般 来的绝不简单 陈锋知晓 自己的师父 只怕已是一个极为神秘 大有来头之人 而且 提起师父 燕清雨来 竟然连实力这般 强大的炎阳大魔 都心生畏惧 那么 师父的实力 又强悍到何等程度 但接着 炎阳大魔便是放松了下来 他默然笑道 燕清雨气息那么庞大 无论怎么隐藏 都隐藏不了的 他肯定没有来到这里 他又是念叨了一遍 他肯定没来 接着 方才放松下来 我就说嘛 当时他被数十名高手 追杀为攻 虽然他本身实力超群 但是他毕竟 还带着你这个拖累 他低沉一笑 为了保护你 不得不束手束脚 被无比强大的攻势 集中了足足上百次 被那几十名 绝顶高手围在其中 厮杀十日十夜之后 身负重伤 虽然逃走 但不得不付出了极大代价 只能说是勉力逃走 炎阳大魔脸上露出一丝阴狠 彻底放下心来 估计 就算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的伤势也恢复不了几分吧 陈锋听了 更是心中狂震 炎阳大魔这番话里面 透露出来了极多的信息 当时 师父燕清雨 带着我一路逃走 为何逃走 为何又被追杀 我是什么人 师父是什么人 那大少爷是什么人 又是什么人在追杀我 这炎阳大魔 是否也是追杀者中的一员 他们几十人都奈何不得师父 炎阳大魔 这等激进心魂武神的强者 都对师父如此畏惧 那么 师父的实力 又得恐怖到了何种程度 可后来 为何我们又会在龙脉大陆的前缘宗 那个小小的普通宗门出现 师父 又怎么会遇袭而死 陈锋只觉得 自己脑子里 一片乱哄哄的 无数的疑问 瞬间涌上心头 这一切 都是为什么 到底有什么绝大的秘密 隐藏在其中 陈锋心中震撼无疑 同时亦是涌起难掩的兴奋和激动 甚至更有几分惶恐与酸涩 因为他不知道 自己的身世到底是什么样的 亦是不知道 自己过往到底发生过什么 陈锋强自让自己镇定下来 本章完 第4638章 若是加上我呢 下一刻 他忽然眼中闪过一抹光芒 只怕 炎阳大魔对我的身世 知之甚多 这一次 我对自己出身的了解 可就要落在炎阳大魔身上了 陈锋滴滴一笑 陈锋 这是好事啊 这是意外之喜啊 你早就想要对付炎阳大魔 结果没想到 这炎阳大魔 竟然还和你有这么大的渊源 知道莫大的内情 别说是陈锋 就连蛇石器等人在旁边 也是听得心痴神谣 看着陈锋 满脸惊骇 这陈锋的来头 竟然如此之大 原来 这炎阳大魔 这个来历神秘恐怖的炎阳大魔 竟然还追杀过陈锋 而且还是和几十人一起追杀过陈锋 但是 就算是 他们几十人在一起 都没能把那位叫做燕青羽的高手给留下 他忽然想起了 炎阳大魔方才说的话 我被燕青羽 一剑几乎灭杀 原神几乎破碎 十里百不存一 只有一滴精血散落于此 之后 又是十里流散大半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炎阳大魔现在的实力 几乎不及他巅峰时期的万分之一 而炎阳大魔现在 竟然也有着星魂武神镜的实力 那么 他巅峰要有多强 只怕早就远远超越了星魂武神镜了吧 蛇时期直觉心肝都在乱颤 只怕苍穹之巅的那些顶级大能 也不过如此 而那个名叫燕青羽的高手 又有多强 陈锋如此大的来头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出身 他忽然感觉 陈锋周围如云山雾绕一般 什么都看不清楚 本来以为自己已经看到了一点 却没想到后面还有无数的位置 陈锋深深吸了口气 他方才那激动的心情已经是平复了下来 目光冷悠悠的 如一汪深潭 这炎阳大魔 无论他过去怎么强大 陈锋现在都不在意 再强大又如何 现在在我面前的 就是一个实力万不存一的你 我只要对付现在的这个 你就够了 而偏偏 陈锋为了今日之情况 早就留了数招后手啊 现在这个情况 并不在陈锋的预料之中 在他设想的计划中 本身就是蛇石漆和炎阳大魔同归于境 因为 虽然炎阳大魔境界比蛇石漆更高 但蛇石漆是什么人 他可是苍穹之巅的人啊 苍穹之巅的人 底牌无数 面对其他土著的时候 往往能够越级挑战 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法宝 足够高的见识 更丰富的战斗经验 虽然自身境界不如 但是在见识和阅历方面的碾压 结果却没想到 炎阳大魔来历更厉害 现在蛇石漆已经是没有任何威胁了 但炎阳大魔还保有着半部武神镜的实力 这不在陈锋的预料中 但他早就习惯了多留一手 因此 现在并不慌乱 少主 我劝你还是别挣扎了 炎阳大魔眼中带着几分俯视之意 虽然老奴 我只剩下了不足巅峰时期万分之一的实力 但是收拾掉你 还是没有问题的 他漠然冷笑一声 向前逼来 少主 还是乖乖地跟我回去吧 但 就在此时 远处忽然一声朗朗长笑传来 陈锋不是你的对手 但若是加上我呢 话音传来 众人脸色都是一变 唯有陈锋 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炎阳大魔和蛇石漆都是一惊 蛇石漆失声道 是你 话音未落 一道身影便是自远处而来 灵力无匹 如同刀光划过苍穹 正是狂刀大帝 狂刀大帝深深看了炎阳大魔一眼 缓缓说道 炎阳大魔 你我终于见面了 炎阳大魔也是看着狂刀大帝 你我二人神骄已久 你来到众星陨落之谷 年头也已经不短 我们两人碰撞多次 但这确实还是第一次见面 蛇石漆则是惊呼喊道 狂刀大帝 你竟然没有走 我知道了 他恍然说道 你是一直跟在身后是不是 你始终跟在我们身后 早就做好了 进来捡便宜的准备了 是不是 狂刀大帝沉沉点头 并未说话 只是 看向炎阳大魔 眼中满满的都是灼热之意 之前 他数次与炎阳大魔交手 但是却知炎阳大魔根本未尽全力 只是以一个分身来与自己交战 现在 则是终于面对本尊 他心中战意昂然 炎阳大魔眉头一拧 少主 刚才你故意跟蛇石七说那么多 就是为了拖延时间是吧 陈锋微笑 没看出来 你倒不笨 没错 陈锋现在在这里 故意跟蛇石七说这些 是为了拖延时间 他要等一个人的到来啊 蛇石七摇了摇头 心中沮丧 更是无以复加 他发现 原来就连陈锋看似为自己解惑的那番话 实则都是在利用自己 已经沦为一个废人 再也没有任何战斗力的他 看似毫无利用价值的他 竟然又被陈锋给利用了一次 利用他成功地拖延的时间 等来了狂刀大地的到来 陈锋似乎知道他心中所想 微笑着看了蛇石七一眼 蛇石七 我这废物利用做得也不错吧 纵然你是一个废物 我也能够在你身上找到利用的价值 蛇石七听了 气得几乎要吐血 陈锋不会给他留任何的脸面 不会放过任何打击他的机会 因为陈锋知道 如果自己没有这些手段 没有这些城府 没有预先的一点点运气 没有这纵横筹划 运筹帷幄 只怕现在 自己早就已经死在蛇石七之手 炎阳大魔摇了摇头 看向陈锋 少主 不得不说 你虽然实力低了一些 但心思确实是足够深沉 质迹百出 但是 他缓缓摇了摇头 嘴角露出一抹残忍 而又不屑的笑容 你以为 凭借这只小虫子 就能够对付我 太天真了 他晃了晃手指 傲然说道 我会让你知道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阴谋 都是没有用的 下一刻 他右手频频摊开 在他手心之中 出现了一颗 如同硕大红宝石一般的 巨大的熔岩巨石 本章完 第4639章 最后一张底牌 而下一刻 啪的一声 熔岩巨石直接破碎 一道黑气从里面透了出来 渗进了炎阳大魔的体内 瞬间 炎阳大魔那本来正在不断下降衰竭的气息陡然稳住 而后 缓缓回升 他的力量 气势 都在恢复 片刻之后 方才停住 此时他的气息 竟已经是回到了介乎于半部武神到星魂武神之间的那种程度 无限接近于星魂武神 比之前弱了一点 但是绝对比狂刀大帝强大许多 稳压一头 接着 他没有任何的废话 直接便是挥舞着手中的熔岩大剑向着狂刀大的杀了过去 狂刀大帝满脸兴奋 来得好 随着之前气息的下降 炎阳大魔的身体已经变成只有十米高下 虽然还是颇为巨大 但是比陈锋他们已经是高不了多少 那压迫感 也是小了很多 手中熔岩巨剑 也是只有七八米长短了 手中长刀扬起 太上天地刀第一刀斩出 这一刀玄傲无比 虽然他现在的境界力量 都是远比不上炎阳大魔 但 还是凭借太上天地刀的玄傲 却还是将炎阳大魔这熔岩巨剑的力道 给卸去了至少七成 甚至身子一划 顺着那熔岩巨剑 静直向前 反而攻向了炎阳大魔 转眼之间 随着震天动地的巨响声不断乍响 两人已是拼了三招 三招之内 狂刀大帝竟是位落下风 但三招之后 情势便是开始对他不利 毕竟 他的实力 境界 各方面都是不如炎阳大魔的 炎阳大魔也是战斗经验极为丰富之人 在熟悉了他的刀法之后 应付起来游刃有余 又是三招过后 已是来到第六招 狂刀大帝除了太上天地刀 也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应对炎阳大魔 陈锋在旁边看得目最神秘 他早就想修炼太上天地刀 而进入到这玄冥七海界之后 这种欲望便一直被他压制 当之前在外面看到那惊艳三刀的时候 陈锋心中便是若有所感 感觉自己 似乎要开始领悟 那种强悍无比的刀意 压制已久 似乎要喷不而出 只是 却被一道高强死死阻拦 这道高强 乃是他有意为之 刀意积攒的月雄后 压抑的时间越久 到时候爆发出来便越强 而此时的陈锋 又一次看到这太上天地刀 只觉得 这刀意 越发的雄厚汹涌 高强未变 依旧耸立 但高强之后的刀意 已经大浪滔天 完全不是高强所能抵挡的了 似乎随时便可以狠狠拍下 将这高强击碎 太上天地刀 太上天地刀 尘封目光狂热 嘀喃着这五个字 他感觉自己 要突破了 刀意汹涌 几乎要将它炸开 炎阳大魔一剑劈来 狂刀大地 故技重施 但此时 炎阳大魔早已有所准备 他那容颜俱剑之上 忽然有着黑色魔器 一闪而过 原来 他竟然不惜动用 本就所剩 不多的黑色魔器 于是 空中瞬间便是出现了一道 无比巨大的熔岩瀑布 这熔岩瀑布 泼洒而下 将狂刀大地和他的长刀 全部交在其中 瞬间凝固 如同将它困在了一块熔岩巨石里面一样 虽然狂刀大地疯狂吼叫着 奋力挣扎 将这些熔岩震碎 但他这一刀 却也是被直接破掉 无法用出来 于是 炎洋大魔熔岩巨剑 狠狠斩在了狂刀大地身体之上 几乎要直接将狂刀大地斩断 瞬间 狂刀大地的身躯 几乎被劈成两节 鲜血还来不及喷涌而出 就已经直接被那滚烫熔岩蒸干 皮肉发出一阵痴痴作响之声 痛苦之急 狂刀大地却不是吃素的 战斗经验极为丰富 更是一瞬间激发了他的狠劲 硬是咬着牙 一声狂吼 硬生生地把自己的身体 往那剑刃之上一靠 顿时 伤口更深几分 而他的左手 则是死死地夹住那巨剑的剑人 手中长刀奋起全部力量向下狠狠一斩 这一斩竟有万军之力 哪怕是连炎阳大魔都是被这巨大的力量给牵引的 不由地向前踉跄一步 身形重重晃了一下 他心中又惊又怒 厉声吼道 你干什么 本能的便想要夺回长剑 而也就是在这一抢一夺之时 他的身形也是停滞了片刻 就是此刻 狂刀大帝疯狂吼叫着 就是现在啊 炎阳大魔瞳孔一缩 陡然心中涌起一股极为不妙的感觉 因为 他看到 被自己打得重伤呕血的狂刀大帝 不但没有任何的沮丧和痛苦 反而嘴角狂呼大笑 更是看向他的身后 目光之中带着说不出的兴奋 就在此刻 炎阳大魔身后 传来一声如同奉鸣九天一般的清脆 却又带着冷冷杀鸡的声音 若是 再加上我呢 陈锋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目光之中那一抹兴奋之色 再也演绎不住 你周瑜来了 原来 陈锋的底牌 竟然还没用完 他竟然还有一张底牌 未曾打出 下一刻 炎阳大魔忽然感觉后背一疼 一股极度阴冷如毒蛇一般的力量 狠狠地刺入自己的后背之中 这股力量 森浪而又诡异 却偏偏锋无比 所到之处 让他痛到了极点 而最让他惊骇的则是 自己的一切防御 似乎都对这力量 根本无效啊 因为 这种力量 似乎与自己本出同源 炎阳大魔心中瞬间血量无比 一声狂吼 小贱人 是你 他默然回头 于是 便看到 在他身后 一道如同墨浴幽兰般的黑色身影 正自翻卷而来 在空中悄然绽放 竟是一名白皙如玉 长发如墨的女子 他的身体周围 黑色磨焰月洞 遮天蔽日 如同一轮黑色的太阳 而在他双手之间 则是持着一柄狭长利刃 悠长如蛇 此时 这把利刃毫无阻碍的 便是刺进了炎阳大魔的后心之中 瞬间 无尽黑色磨器 疯狂涌入 尽数灌入炎阳大魔的体内 而后 一声低沉的轰然爆鸣声 在炎阳大魔体内乍响 这一声炸裂 声音不大 低沉无比 本章完 第4640章 花冷霜现身 如同地心深处发出的怒吼 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这股力量被死死限制 限制在一个范围之内 因此 并没有发出多大的动静 但却为其如此 才使得它的威力 更加凝炼 而又恐怖 当这所有黑色磨器 灌输入其中的时候 当这一声巨响轰然响起的时候 炎阳大魔体内 直接炸开一个大洞 无尽黑色岩浆 向外喷涌而出 炎阳大魔 发出凄厉无比 冰死一般的惨叫 左拳狠狠向后击出 直接轰在了那女子身体之上 被黑色磨器笼罩的女子 也是一声闷哼 满脸血红之色 接着 血红之色退去 刷的一下 变得惨无人色 她浑身聚颤 气息疯狂降低 脸藕树口鲜血 身形重重 衰落在地 显然 这一招 对她来说 也是耗尽了全力 再加上被炎阳大魔致命一击击中 甚至身受重疮 变得奄奄一息 气息微弱 再无战力 只是 她的这付出 却也是值得的 伤口之处 无尽的黑色熔岩 疯狂向外喷出 她的躯体 似乎是被完全摧毁 她的身体 竟是再也支撑不住 轰的一声 直接从中断裂开来 摔成两劫 她的气息 亦是疯狂降低 从接近星魂五神镜 跌落到半部五神镜 然后又是跌落到九星五地巅峰 堪堪在九星五地巅峰维持住 此时 炎阳大魔身体断折 花冷霜生死不知 而狂刀大地 亦是重伤冰死 但 就算是这样 炎阳大魔竟然还没有死 她的生命力 当真是顽强到了极点 她在地上 双臂强撑起半截身子 盯着那被黑色魔气包围的女子 立声吼道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不知道 你是我缔造的吗 是因为我 你才能够存在 黑色魔气 挣腾而起 缭绕绚烂 这女子 自然是花冷霜 她容颜更是冰冷而又俏丽 但却多了几分 虽然邪义的魔性 一双眸子 黑光引燃 目光冷冷 充满俯视之意 仿佛 天下万物都未曾被她放在眼里 都是可随意杀戮之对象 她似乎息字如今 连话都不愿多说 只是看着炎阳大魔 吐出五个字 你想吞噬我 瞬间 便将炎阳大魔 堵的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六年前 当花冷霜刚刚进入此地的时候 炎阳大魔就已知晓 事实上 花冷霜之所以会来到这里 都是 她在幕后操控 花冷霜来历神秘特殊 魔族血脉极为强大 但却不自知 炎阳大魔不断地释放出 一缕又一缕一道又一道魔器 将那些深具魔族血脉 或者跟魔族有着千丝万缕之人 引到这众星陨落之鼓来 花冷霜 便是一次才来到这里 然后 炎阳大魔会引他们 进入到炎阳魔国中 甚至 她愿意 让他们提升实力 因为 这些邪魔 最后终将沦为她的食物 她用这种方式 养出强大魔族 然后再将其吞噬 提升自己 因为 炎阳大魔发现 单靠自己修炼 速度太慢了 所以 她不惜将自己的魔器 泼洒而出 化作一个又一个魔族 让这些魔族修炼 然后再吞噬他们 而这些低等的魔族修炼之后 再吞噬的效果 自然源源比不上那些 本来就深具魔族 和魔族有着深邃渊源 修炼速度一日千里的天才 比如说 花冷霜这种 所以 对于花冷霜的存在 她乃是乐见其成的 但只怕 她却万万想不到 还没等自己吞噬了花冷霜 就被花冷霜给反噬了 炎阳大魔 无言以对 花冷霜目光流转 从众人脸上扫过 她眉宇之间 一片晦涩而又冰冷 更是带着几分幽暗黑化之意 如同一朵展开的墨浴幽蓝 她的眼神 魔艺悠然 无论向哪里看的时候 都没有几分感情 冷冰冰地充满杀意 显然 入魔已深 只有偶尔目光略过尘峰之势 方才带着几分晦涩的温柔 狂刀大帝呵呵低笑道 炎阳大魔 你终归 还是输了 不 我没有输 炎阳大魔 却是声音一变 下一刻 她身体之上 黑色磨气蒸腾 她那上半身 容将喷涌而出 将其包裹 片刻之后 她那上半身 竟然就重新化作一头熔炎大魔 何方才比 体型约只有四五米左右的高度 要小了一大圈 而气息 也只有九星五地巅峰 但 她终归是稳住了伤势 稳定了境界 众人都是心中惊骇 陈锋连连摇头 不愧是上古大能 哪怕衰弱至此 生命力竟然也如此顽强 这都杀不了她 炎阳大魔 缓缓站直了起来 这次 她没有看别人 只是看向陈锋 你真的很聪明 手段也很多 为了防止再出什么问题 少主 请恕老奴不得不 炎阳大魔阴毒说道 将你打成重伤 废掉修为 砍断手脚 只留你一条狗命 然后带回去 摆在大少爷面前了 他满是狠毒凶残之意 手中容颜俱见 向着陈锋狠狠批来 声威赫赫 以尽全力 炎阳大魔 也是极有决断之人 立刻便是做出这般决定 而这炎阳大魔 毕竟是恐怖无比 来历神秘之极的上古大能一般的存在 哪怕是现在如此衰弱 先是耗尽底牌 然后又被花冷霜一剑偷袭 破掉全身上下九成的实力 但他现在 依旧是九星五帝巅峰 九星五帝巅峰的他 一剑批处 此时 狂刀大地重伤 花冷霜重伤 能够抵挡炎阳大魔的 只有陈锋 唯有陈锋 独自一人面对 但是这一瞬 陈锋却忽然目光一闪 敏锐地捕捉到了某些东西 陈锋分明看到了 他在这一刀背后的那虚弱 他这一剑 看起来霸道狂风到了极点 但陈锋却分明看到了 他的虚弱 他的强弩之末 他的后继无力 面对着惶惶恐怖的一刀 陈锋却忽然淡然开口 这想必 是你最后一分力量了吧 这想必 是你能够斩出的最后一刀吧 我看得出来 你 接近油镜灯窟 本章完 再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